欢迎啊各位观众 透地煮不到 现在都倒地煮了,还倒哪地煮啊 雨格队旧赛有什么期待啊,今年旧赛啊 期待就是太阳队能够顺利的以前六的这种姿态 躲开倒傅小赛吧 因为毕竟很多人都这么些年在NBA来赛当中也挺难得的 尤其今年常务赛期间出取六高 如果说这是在傅小赛当中 万一一丝独成千古汉的 那就是留下这个众人的口舌成为一个笑柄 这点任何球迷吧,也会于心不忍的 所以今年的傅甲赛呢 就是胡勇之间,两者相争 太阳队没必要往里插一脚了 太阳队以他三巨头之子呢 今年原本就可以在季游赛大展宏谷的 即便首轮遇到了雷霆 我感觉太阳队也甚至有一定的胜算 毕竟雷霆队年轻球队嘛 他阵容当中还有好多短板 今年呢,这支球队成长很快 但是毕竟考虑到一支球队啊,想要争贯的话 那么你的军备竞赛呢,需要有地方是 需要通过棋类赛当中的一些实力来进行检验 所以雷霆啊,他是有缺陷的球队 至于说,山狼呢,山狼就更好办了 因为唐使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呀 因此今年太阳队其实打首轮的话 以下克上,还有一定的机会 除非遇到快船啊,因为毕竟快船 他的类型特点有点克制太阳队 太阳队风险,多伦特厉害 但是人家恰恰风险多了 敦伯克呢,他属于是相对比较高大的核心组织型后卫 现在他办的确实是组织后卫嘛 但是人家快船队呢,正好有予以应对的方手选择了 太阳要是遇到快船呢,估计大概率被挡下 但是好在首轮大概率是遇不上快船的 所以期待就是今年太阳队能够走的相对远点 这个是比较好的 一个导老一 这个SAMS是废人呢 没有废,就是突破的过程当中 一个转身,然后呢走步 那可能说也是下意识动作 或者说呢就是对抗比较激烈的环境当中 那么自己啊也需要一些肢体动作的展现去获得一定的出口空间 尤其是转身动作,他有一个连贯性的就是肢体的正常疏的 这也不奇怪 所以说当时可能说勒布朗·詹姆斯情绪一级啊 心情呢或许没有那么好 所以人非胜闲嘛,熟能无过呢 没有人会在篮球比赛当中 这么激烈的充满荷尔蒙对抗的环境当中 始终保持细趣宁静的 因此历史上篮球之前麦克尔小胆经常暴揍对手 接下来连队友都倒 在比赛舞台当中呢 无论对方是明星啊还是素人呢 反正自己是一勺会 自己手下没有留客气的 当年面对金卓丑 慕宁嘛 不就是麦克尔小胆 上来一个飞踢 没踢着呢 右手一个手刀卡对方脖子 这就是麦克尔小胆 任何人都有 包括蒂姆邓肯 还有铁肘的食客呢 齐塔的 木托姆伯呀 当年的卡尔玛龙啊 再结合天狗假扮啊 威尔特张伯伦呢 包括比尔拉塞尔啊 你看我记得早期那会儿啊 威尔特张伯伦结束民地采访也谈到了 就是其实比尔拉塞尔的防守动作也是相当大 自己跟他对抗呢 面对对方那种盘位招 包括比赛场上有一些甚至是黑招 自己也是一一笑话嘛 这就是当年比赛当中的场合 因此大动作呀 谁也盖目能外 要不能说 往往一支球队的支持者 或者说一个球星呢 这种迷弟迷妹 最好不要用 就是比赛场上动作过大 以此去抨击他人 你如果说长期这么抨击的话 早晚会毁悬标的 因此我一直强调的观点是 NBA比赛呀 他不是过家假 这是一个真正成年人 铁鱼血的脚量 没有你想象当中那般童话 所以呢 大动作在所难免 这就是比赛的一部分 正是因为存在大动作 才使得比赛 如果说谁要是能够 斩获最后的荣耀的话 逐渐其难得 所以很正常 嗯 落单的鸡 雨格文好 感谢啊 感谢这落单的鸡 NBA到底是美国文化输出多 还是有正能量啊 到底是美国文化输出多 还是有正能量 想想想美国文化输出多之类的 这东西我感觉 文化这玩意 它涵盖面太广了 你可以把任何东西抽象为一种文化 所以说篮球 它是不是美国文化呢 篮球就是世界新兴的 最近一两百年左右 发扬广大 可受球迷喜欢的一项 体育锻炼项目 所以说人家玩的好 那你怎么还不能看呢 按你那讲话 文化输出 就一切都排斥了 那一切都排斥 那你现在生活别过了 为啥 自从工业文明以来 那好多东西 它都是西方传来的 那你还能一切都拒绝 这不是闭关 闭关思想吗 这是不对的 因此 文化这玩意儿啊 也是去朝去朝 如果人家有好地方的话 那你学习啊 加以利用啊 不就这么一直进步呢 思宜长寂以至宜 这就是 发展的思考 很正常 文化只有交流和融合啊 不存在入侵的啊 文化啊 文化就是落后的 学习陷进的 这始终都这样 这落后陷进的 这两者之间不一定 就是完全站在一边 就你有陷进的 人家学你 你要是发现其他人甚至有陷进的 你就学人家 就这么简单 所以就文化你不可能说 你的所有东西都是对的 其他人都是错的啊 你要是这么看问题的话 那慢慢他会出问题 三轮模拟投票啊 约齐大概率MVP啊 三轮模拟投票啊 那模拟有啥用啊 那模拟要有用的话 还投啥啊 那干脆模拟定就完了呗 所以你讲的模拟投票 这不搞笑呢 再得一点 还有那句话 评选MVP啊 虽然说 他不会非常济械的 就根据一个人的厂军得分排名啊 或者说你进攻端 是否说有多么显眼啊 你的明星级别啊 不会仅仅就依据这个 去给出一个评判 但是大体上的逻辑还是有的 它是有迹可循的 排到第一呢 你的数据发挥是否足够亮眼 毫无一半雅力三大数据发挥啊 比约齐更加亮眼 人家助攻师傅比也不抵 而且进攻效率超高 他这样一种打扰方法 在外星圈当中太过出调 你有了约齐呢 数据方面相比于他再早几年的话 其实略有下降 他并没有展现出数据方面多大程度的进步 而且今年约齐那个数据 看起来也确实的不光让人惊喜啊 所以说团队的征服呢 这排到第二点吧 征服的话 雅力三大摇摇领先 目前联系当中没有人能跟雅力三大比较 他是球队的绝对一号零分 这跟爱德华兹情况也不同 爱德华兹他在对内到底排老几 谁也说不清楚 有他没躺呢 深浪 胜率维持的也都挺可观 而且这支球队 之前不是一直唐使在领军带队吗 那唐使自力比你早多了 并且唐使今年数据也是20加10 效率还非常高 效率甚至远在你自上 那所以爱德华兹啊 到底他是什么位子 我感觉新爱德华兹 顶多就有点类似于 呃 0506左右的达米安利拉德 跟阿尔德里奇两者之间那种关系 那支球队归根结底还是阿德的球队 即便利拉德开始 声望日渐封赢了 但是他在队内自立各方面 包括比赛贡献 不一定能够压盖住阿德 所以考虑到有先来后道呢 你俩除非说体现出这种非常明确的上下级的 诶 自边关系 就是通过比赛啊 你这个爱德华兹已经腰领下了 明显压该汤匙一头 事实没有嘛 所以现在就整个联赛当中 战绩提升幅度最多还是杨力山大 所以杨力山大过去很稳 都对主不动 都啥对主 我女神第七场作为一个天赋平衡的普通人 学技术应该是草根英雄的网红接球 还是各种飞天钻地的NBA 一个天赋平衡的普通人 学技术应该看草根英雄的网红接球手 还是各种飞天钻地的NBA NBA也不是每个人都飞天钻地 那地板流不有的事吗 克里斯保罗他飞天钻地吗 他不一直扎扎实在全球吗 你看网红球手啊也可以 因为网红球手有一些简单实用的技术 毕竟你看NBA 你跟他们学你基础打好了吗 他们很多动作那都是建立在非常强大的身体机能作为前提条件 同时呢很多技术人也是长期积累 凭借人家的经验阅历啊 事实而动 不一定说他那种技术 你用出来之后效果一定好 毕竟他面对的防守球员 包括他面对的立体的防守体系都不一样 所以他的很多招啊 在NBA好使得 为什么呢 NBA大家防守都是专家 所以你用出的很多东西 他必须是冷静谨慎 同时简单搞笑 但那野球场不一定啊 野球场 你玩的稍微花哨点 防守居然要是一般的话 反而容易被你花哨的动作欺骗 所以不同 跟NBA一学 看你是什么级别 你要说你现在已经是WCBA 你在不是 你要说你现在已经是国内的大学 在篮球联赛当中 你已经打上首发 打上主力 甚至你是核心了 那你就学一学NBA那些动作呗 你也用得上啊 普通适当玩一玩 我感觉学网红就够了 而且网红的可能说 对于你来讲 运用出来面对普通人 可能说更有帮助的 若达尔吉宇哥现在胡人队的老1.5 是不是拉塞尔啊 老1.5是拉塞尔 不是啊 农梅是老二嘛 老大是勒布朗詹姆斯 1.5 目前没有1.5 农梅你要说1.5的话 这个差不多啊 我认为农梅现在多少有点这种资格 为什么呢 最大一方面的变化就是 今年在勒布朗詹姆斯确证情况下 农梅两天带队啊 胜率到高达多少 80%啊 这点在以往赛季是死了未及的 尤其考虑到今年的胡人 其实阵容即便齐整 这支球队都没有多强 那刚刚少一个勒布朗詹姆斯 这么一位骨干汉将 尤其他的全球控制能力 对比赛这个攻防两端 他的识别能力 少了他之后 农梅哥居然自己带队 如此雄起可见农梅啊 或许他是找到了 怎么样当老大的门径了 找到诀窍了 今年开始或许真是要接掌权 勒布朗詹姆斯 这个赛季打完呢 可能就要退局二线了 那这个赛季 之前 詹姆斯是领军带队 夺得了几种几本赛的冠军了 虽然说农梅发挥也同样给力 但是呢 对内次序就这样 除非说二当家 他有一个明确的今年啊 整体发挥远远压该 以往的老道 你只要没有出现这种迹象 那你俩之间的对内序列啊 本赛季起码仍然会保持远样 下赛季农梅应该就会结果全账了 因为咱们是在老一岁的话 我判断他的出息率会进一步走 而且对于比赛的影响 掌控力也会开始变弱 而农梅呢 现在刚上路 他刚刚学会怎么当好一个对内大哥 忽然今年阵容整体情况的话 并不进入人意 但农梅率量残阵 百分之八十胜率 可见农梅呀成长了 那他现在成长了 你就不能说他完全是二当家了 或许现在农梅就是老一点五 对内次序这方面 因为咱不是衰退了吗 没办法 拉塞尔呢 他就是老三 因为对内 就是只有老大和老二 老二进不为老一点五 你也不能说你是老二 老二呢 拉塞尔 我感觉他现在多少就分量还是不够 显不出那种老二级别的影响 他也就是老三吧 他是老三 对内老四是巴淑磊 因为巴淑磊作用特别突出 本赛季据说是巴淑磊 他在场情况之下的正负子 排队内第一 就比勒布朗詹姆斯都高 所以巴淑磊这个球员太有效了 防守呢也越来越日渐加强 包括之前旧赛还能防住尼瓦约齐呢 他跟农梅如果配合得当的话 一场比赛当中偶尔限制约齐 限制的也挺良好 所以巴淑磊是对内老四 李福斯啊 李福斯不是 李福斯没有防守 防守这个漏槽 都地主啊 走斗 都啥地主啊 还得讲整体育吧 这个体育该讲内容我得讲完呢 蓝史洛特余格好 最近想换车了 City六合S90 该选哪给个建议嘛 我今年三十亿工作十年了 City六合S90啊 其实一个是凯德拉克 还有一个是那个沃尔沃嘛 沃尔沃给人的形象是更顾忌啊 你要说这俩哪个好 风格不一样 那凯德拉克呢 他这个车油耗应该会更高一点 因为毕竟美系品牌吧 往往就这样 再得一点凯德拉克 可能内饰各方面会相应 比较粗糙 而那个沃尔沃呢 沃尔沃的内饰风格 是有点类似于文艺属性的 他比较精巧细腻 所以看你是干哪个行业的 你要是干那种包工程的 就是为人也比较粗广 经常出入一些娱乐场合都好 开个凯德拉克呢 也挺符合你的身份气质 如果说你是一个职场经营 或者说你是一个政府工作的人士 开个沃尔沃看起来低调内敛 同时呢谦逊有理 你要是让我选的话 我绝对不会买凯德拉克 因为凯德拉克 他外界的形象各方面啊 可能并不符合 我三十多岁中年男人 要呈现出来的那种感觉 起码顾家好男人呢 而且这个车对外宣传 都是比较强调安全性 那安全 他更重要 你哪怕说安全多这么百分之一 那你也多了百分之一 出现重大事故之后的存活率嘛 因此我是选的 还选择这个沃尔沃了 凯德拉克不选 那个气质跟我不太符合 我其实呢 也属于是外杠内容型的 表面看起来很粗犷 很具有那种雄性荷尔蒙的魅力 但实质上 我这个人为人言谈相当文字 所以我感觉我开个S90的话 可能说 其实那车还真是挺适合我 挺适合我开 你要是开啊 你要是开看性格没说呢 天天接待客户就开凯德拉克 你开凯德拉克去了 人家心里就知道啊 大概今晚是什么内容 你很行清明了 十分怀念已故登山家 今天去峨眉金顶 给老灯献火 希望朴贤朴着超度他 是否有根啊 已故登山家呀 这不叫复活了吗 之前我看的谁有三线人啊 他谈的 据说他知道内幕 当然我不知道内幕 为什么我这不知道内幕 懒得打听 因为这种事人家呀 考虑到这个登山家之前呢 言多语思 犯过错误 尤其呢 久说言谈呢 自己不注意言语措辞 结果被人家 哎 听出来问题了 后续大肆宣扬 因此呀 这玩意就是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 既然说现在风格 可能说言谈那块有点敏感 有点多少感觉隔墙有耳啊 还有各方面 所以咱就别乱打听 万一我打听完了 这个事卸了密了 最终发现 那是不是说 疑人到复呢 我可能也成为嫌疑目标了 何必呢 所以我就没打听这个事 我也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 说的话这个事啊 就你要知道具体什么原因了 那可能就好谈了 为啥呢 就怕不知道什么具体原因 因为他肯定是有具体原因的 你别听这个很多人讲 说什么那个 啊 微博留个言 你是不是蠢呢 你这脑子真是 微博其他人留个言 那是不可能 那你谁留言 谁留言也有问题 你在账号里被封禁了 那不可能说 那你在其他 那比如说我看刘大华 不是不睡眼 我在他平台下边留言 把那刘大华封了 可能吗 所以他这个事啊 就是你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 你也不敢多评论 为啥呢 万一自己受到钱了 谁知道这事多大呀 那你不知道这事多大 万一这事老大了 哎呀 那咋办呢 所以这个登山家这个事啊 他就是 哎至今为止 谁也不知道 具体他之前是因为什么问题 才被封禁的 谁也不知道 你说不明白 你就不太敢 发表这个相关的言论 所以我也不知道具体什么 单听友山县的那个口风啊 好像问题没那么大嘛 好像是三个月回来 那就复活了马上 我还不知道具体情况 帕鲁更新了 对我现在还玩帕鲁呢 这帕鲁更新之后 比之前有点进步 但是我立刻就玩出霸子了 为什么呢 就那盖房子系统啊 比之前更难用了 哎呦我的天 这玩意的帕鲁 不会是小公司啊 每一次更新都出炮了 当然这次更新 有新的那个领主了 有新的外售了 这能挺有意思 今年据说夏天 还要开放新世界 那不呢 反正现在帕鲁我玩的 现在我玩帕鲁啊 我已经把整个帕鲁世界 满世界都盖上了 我的印记了 我有一个特殊的 宗教标 宗教佛号 在整个帕鲁世界 任何一个山头 我都占领了 就现在帕鲁世界 没啥可玩的 我把地图上 所有的小山包 上面都盖上 我的宗教印记了 就在帕鲁世界里 在帕鲁世界里 我现在已经成教主了 我是盖一个诺亚房子 目的是啥呢 就是告诉所有 帕鲁世界当中的帕鲁啊 爷爷好啊 信我的 信我的 未来世界末日到了 你们才能跟我一起走 要不然的话你们最终都会 就在天灾来临 那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也盖上各种各样的宗教伙号 我在帕鲁世界 看看呢 哎呀我现在我给你看 我给你看看我那个 帕鲁世界 现在我都干干成啥样了 帕鲁世界 一级色 就是整个那个帕鲁世界里边 没有我 这个 没去过的地方 没有没有我呀 这个 哎呀怎么回事 呃这个是我的诺亚房子 这是我的诺亚房子 但你看没看到我的宗教符号 就这个宗教符号 里边是着火的 看没看到 这里边是着火的 全世界所有三包 全有我的宗教符号 你看没看到 所有三包 全有我的宗教符号 盖完了 所有地方都有宗教符号 你看满世界都是 哪哪都是 只要有高的地方 就盖一个 整个这个帕鲁世界地图啊 都被我盖完了 你看我还盖了一个这个瀑布别墅 那个瀑布别墅 瀑布别墅 瀑布别墅 也前面正盖呢 反正那瀑布别墅 瀑布别墅不太好盖啊 特别难盖 因为这帕鲁世界里边那个 盖房体系 原本就充满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个挺难盖的 但我给你看一看 我盖那个瀑布别墅 瀑布度假别墅 瀑布度假别墅啊 而且那瀑布度假别墅 还有一点 你看这里边女NPC我都抓来了 女NPC 男的全干死 女的NPC都抓来了 这里边女的NPC 到时候我就把这些女NPC啊 都放到我那个乡间别墅里 我那个乡间别墅 就是为了金屋长久 你看不看到我这个帕鲁别墅 我盖多大 整个这块区域 这是最具景观的一块地方 你看不看到 从下边开始 我这都是可以走道直接上去的 盖各种楼梯全盖上去 但我这个还没有军工呢 军工的话里边 这上面它还会盖更高的大厦 我到时候就把这个女NPC都给放出来 我看哈 女NPC 看看看看女NPC 看不看到 这女NPC 抬走 抬走 哎呀 我倒不能抬呢 不能没法安慰啊 这女NPC抬不走 抬不走坏了 怎么能让她捐屋里呢 过来 那不过来那身玩儿 她这玩儿只能对话没法抬 抬不起来 这女NPC啊 抓这屋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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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里边全是女NPC 男的不要 好 人呢 啊 还有一模一样呢 好几个 全是女NPC 这个乡间别墅啊 目的就这 走过来 回家袋子了 多少玩儿 干啥呢喵喵 挺有意思 现在帕鲁还能继续玩 还能勉强继续玩一玩儿 当然可玩的内容已经不多了 就等更继续了 我那个乡间别墅 盖到后来发现难度挺大 不太好盖 因为她那个得顺着那个崖壁 不断往上爬 她这帕鲁世界里边的盖房体系 特别弱 不好盖 这个老大不要走啊 这宇哥 我是一名柯海 每一天以在网上黑柯比为乐 我知道这样不对 但黑起来的时候特别爽 就是忍不住 我该怎样改变自我呀 改变 这我感觉你只要是不影响 生活当中自己的性格的话 那改不改变 其实也无所谓呀 这图一乐嘛 生活当中 有时候啊 在互联网上 你要是讲正确的话呢 那就是你不应该这么做 那你应该 对于这个适者呀 保持一种尊重 但生活当中 谁能管得了你呢 而且你上互联网 你的目的是啥呀 你不也是宣泄自己的情绪吗 可能说你生活当中压力太大了 但是你要是黑的想改的话 也不是不行 因为啥呢 这种做法 它本身 它并不好笑 你要记住孩子 这并不好笑 所以你想要改的话 得怎么办呢 那么还是尽可能 在生活当中找到自己 之所以这么做的根源 到底是哪方面不满意 是工作的压力太大呀 还是生活当中 你的这个家庭关系闹的不牧呢 反正无论什么 你最好是 就让自己的生活走向正轨 就是生活当中 不再积攒那么多的力气 那你在互联网上 也就不会言语这么轻调了 你要记住 你因为你你要记住啊 这种事 你看你看没看到 他这种事怎么讲 他他并 他并不好笑 这并不好笑 而不是说什么 你比如说 你看我像生活当中我在我在笑 但是生活当中呢 一个人啊 你要懂得在生活当中 找到乐趣 而不是说在互联网上 以这个取乐 那不行 这并不好笑 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绷不住 而是说 而是我刚才跟你讲的什么呢 生活美好地方太多了 你随时随地就可以 可以肆意地笑 但是我可不像你 因此我告诉你 生活当中啊 可笑地方很多 你没必要 就通过这种事去找乐 注意这并不好笑 就是你讲那些东西 那并不好笑 但生活当中可笑的地方很多 你得拥抱生活 而不能说沉浸的虚拟世界 无法自拔 阿琴琴琴琴 董事长网上好看要是信的 阿琴琴琴 阿琴琴琴呢 这个某人有个尖嘴后帅的十八仙博主 叫什么老张 那小的什么碰神里 说你其他各方面都很讲 就是不懂 就是请问你是否真是这样了 其他人还说啥说少 因为这个互联网评论他就这样 各属己见 那你就算说 啊 做得再怎么对 那说所有人都认同你嘛 那可能嘛 人呢 就怕没有这种自知名 就感觉自己讲的就是真理 其他人必须得跟你一口同声 就跟你啊 呃 必须得保持高度抵制性 你是谁啊 所以你讲这个呢 有这个不同的声音 那再正常不过了 那恰恰说明 就是 恰恰说明 目前我走的还是比较稳的 哪种情况下最不稳的 就所有人都赞同你了 那就不太稳了 那可能说就为己是福了 因此我感觉他还挺好 这个什么随口 这宇哥我看球软 不知道所谓状元合格的标准 按夜内眼光看 姚明是不是个合格的状元呢 状元合格的标准呢 呃 首先一点就是你战斗力 是否说能够兑现全明星级别的潜力 因为状元你不可能要求啊 我选中一个状元之后 他都是真正的超级巨型 能成为像麦克尔乔丹一样伟大的人物 那现实 那是不现实的 所以状元 你只要说能培养成全明星了 那基本上你就算是兑现了 球队对你的期待了 还有第二点呢 你能带给球队多高的票房政府 财务运转方面良好的前景 姚明加入火箭队以来现场的票房 受到了一定的刺激 航天城 他本身这座城市就不小 姚明呢 又是一个中国面口 人家无论是出于好奇 还是当地的华人群体 对于姚明的支持啊 肉眼可见 除此之外呢 他能够为修正火箭呢 带来很多额外的 来自于中国的商学赞助 而且不光是中国 就整个亚洲 毕竟姚明他是黄种人吧 其实在林树豪之前 姚明当然林树豪之后也是这样 姚明是黄种人 郑八景黄种人里边 在NBA混的最好的 因此他的市场 绝不仅仅局限于中国 而是整个全球黄种人 姚明都可以说是一张畅行无阻的名片 有了姚明之后呢 那你的商业招商啊 各个方面肯定是事半共备啊 因此姚明被以壮丸圈选中之后 带给了火箭队巨大的竞技回馈 这一点也至关重要了 因此无论是战斗力 成为一个全民型 还是说从商业回报这方面 人家能带来源源不断的外界的广告赞助 这两方面姚明都可以说是实质名为 这点毫无疑问的 对得起状人身份 所以说第三点呢 就是你效力的年头 因为你要是即便说能做到这两点 但你总共就打两年那也不够啊 但姚明被火箭队整整效力了八年 八年是啥概念呢 已经远超NBA 一名全平均的职业寿命 平均职业寿命是五年 而效力八年 我之前讲过 为一支球队效力 哪怕说你功劳这块贡献不多 但八年 其实从苦劳角度来讲 甚至够基础的退役球役的门槛了 所以姚明为火箭队还效力八年 三位一体 所以火箭选中这么一个非常忠诚 而且有其他种种各式各样好处的一个状元 相当划算 至今为止火箭队在中国球迷内心当中 他的地位仍然是相当特殊 所以有点类似于什么 一劳永逸了 正因为选中小明了 后续就这支球队跟东方古国的联系 几乎不能被打断了 很划算 今晚打老虎 玉哥 胡人季后在第一轮 对雷霆或神狼哪个对手 胡人胜率会高一点啊 雷霆或神狼啊 打神狼胜率更高呗 因为神狼残阵呢 少一个堂死 这个我告诉你 比什么对于系列赛的影响都大 系列赛就怕什么 这种当中不完整 一旦不完整 除非对方软掉死 要不然的话 你轻易的是斗不过的 所以呢 嗯 唐使你不能低估他的影响啊 因为你像什么纳兹里德之类的 他虽然说有两下子 但是呢 他仅局限于常规赛 打到季后赛 你轻易想出现空位出手机会 难上加难 尤其胡人队 本身身材这块也是人高马大 他面对神狼高大的体型 并不吃亏 纳兹里德一旦顶替唐使之后 甚至胡人队在身形方面 还比神狼更有优势 那纳兹里德 他火力输出这块 一定会受到雅致的 仅仅靠一个埃德华子 埃德华子 他得分 本身输出就没有那么爆炸 戈贝尔 技术赛期间又是个点型的瞄准镜 那你咋打呢 所以神狼这个队伍要经验没经验 而且阵容又比较残缺 阵容当中有限几个球员 目前看都不是真正的技术赛选手 纳兹里德啊 戈贝尔啊 甚至包括埃德华子 能不能打高级别的对抗 都成问题 所以打神狼是绝对一个完美目标 要是打雷霆那就不太好打了 因为雷霆雅历三大 人家可不是第一年打技术赛 并且雅历三大呀 他率领之下的雷霆天赋处众 而且这队球队打法极具特点 如果能发挥出雷霆队 他们自身特色的话 胡人队确实很难抗抗 仅就进攻段这方面 你能不能对抗对方 这种持续的火力输出呢 这点都很难 切特对于对方 对于你篮下的冲击 包括切特他对于篮下 护框方面的屏障 勒帮詹姆斯毕竟老了 他无法做到 长期持续性的 对对方进去造成烧烧 尤其要是隔着切特的话 更是难上加难 所以说农媒呢 农媒打爆切特的可能性 其实也并不高 尤其是对方阵容完整 雷霆常有些战绩呢 可不是吹出来的 一旦雅历三大归队 那么雷霆队 他的整体实力 打胡人的话 胜率毫无疑问 雷霆队肯定是更高的 常规赛战绩这个 挺有说不理的 并且雅历三大 也是潜在的MVP 头号总的热门 打雷霆肯定更难 但是雷霆呢 对胡人来说 也不是那么特别棘手 就是你要是 做一个排序的话 雷霆肯定比身狼难 但是雷霆呢 又比快船和绝禁队简单 打前世里边 就这俩容易 你要说哪个最容易 深狼最容易 约琪啊 他什么头号啊 约琪 已经身被疲劳了 不能劳给他 给他没啥意思 给他算啥 今天没啥特殊发挥 为啥给他呀 你看江满木雷一旦小战 球带能赢吗 那不之前接连败北吗 胜率立刻就开始跌落 普通水平 胜率也就是百分之五十多点吧 约琪 今天单独邻居 也不太好 我女神第七时候 大家看 大家看出来绿凯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塔封没有关键时刻 硬解能力和过用的持续威胁 如果当时布朗换成战兰特了 绿凯有没有可能两贯呢 那不可能 战兰特去了的话 他一是无法长期所担 二是这个人的个性 外强中感 表面强 强制强在哪呢 在于在队内 他总是肆无忌惮的拥有出手权力 过分的强调自己的存在感 软是软的 性格特别软 他性格方面容易破防 其他人如果说风言风语的话 他容易首先在更衣词当中就引发内论 并且他一旦到了关键的场次回合的话 出言比较轻挑 而且一旦说遭遇逆境的话 心理因素不假 容易因为自己心理因素的突然绝底 导致满盘结束 球队公亏议会 这是杜兰特 你看自从离开勇士之后哪年好死了 因此谁要他谁倒霉 带着一点 杜兰特这个人离条外界 他非常容易 因为自己打法的固定 周围队友只要说谁稍微不顺自己心意 就立刻威逼管理层要进行脚异 那卡尔克人其实这个球队的文化 向来强调团队议题 不可能任由卡尔顿兰特这般肆意的善权 想要做一些自己权力范围之外干扰一些管理层 他们的炒作 不能引进他 所以说质疑什么卡尔斯人无法正观 主要是塔洞没有硬景 你说这什么硬景能力啊 你有数据为证啊 18年塔洞进入人变 一直打到2023年 他总共命中了最后比赛五秒时间之内 九季追平或者反超球 这五年期间整个联盟他排到第一 人家季后赛加常规赛 九季追平或者反超球 已经是遥遥领先了 命中率呢高达40% 你还要查啊 他的关键球也就是这个赛季发挥不好 再者一点塔洞舞有一种什么样的 这个观众属性呢 他投进的很多时候你都忘了 投不进的时候你屡屡提起 你就形成一种认知偏差 就好像当年很多人对待勒布朗詹姆斯 詹姆斯其实决赏命中率原本就不低 哪怕是在2014年之前 他决赏命中率数据方面都不低 但是外界始终认为他的决赏球 不如科比布兰特 其实科比的决赏命中率相当惨大 远远不如勒布朗詹姆斯这么搞笑 但是外界就是留有一种过有印象 那没办法 所以塔洞舞的重点就是 在过有印象这方面 在大众印象粉这方面 他是得的有点低 但这就是玄学了 在这一点他可能说 得罪点比较多 你跟这个也有关联 这个灵静 宇哥你对喜欢的游戏是真有内心 期待黑神话悟空通过 另外别打扰我学习可否研究一下啊 啊 就是对游戏有内心的啊 先玩就玩呗 而且他这游戏可以挂疾玩 我平时没事看比赛的时候 就是把这个挂疾 我出门遛狗的时候 这也是挂疾 我基本就是挂疾玩 一天认真认真玩的时候 也就是一两个点吧 就一天玩一会儿 因为现在没啥可玩的 我这东西我已经玩完了 就是等待更新吧 再对一点我现在对于这个游戏 特别了解了 我也不愿意继续探索什么其他新游戏 那多累啊 探索来探索去的话 太耗时间精力了 反正是这个游戏 不准太牵扯精力 呱唧玩呗 所以说黑神话悟空啊 到时候这游戏我肯定玩 黑神话悟空 其实肯定也是一个超大的 起码在比赛 能会陷入一种群体共同讨论的一个焦点话题事件 那到时候玩呗 到时候玩玩黑神话悟空 干一个 C-H-E-U-N-G 有个看视线呢 C-H-E-U-N-G啊 徐勒 我近一年以来一天一包眼 现在戒烟第五天 但目前生活处于低谷期 感觉很多人类的基本欲望对我来说都很奢侈 抽烟对我是一种花费最低成本就能够满足欲望 但戒烟是必然的 不过我要不要等一年后生活有改观再戒烟 还是现在硬着头皮戒烟 啊 近一年以来一天一包眼 现在戒烟第五天 目前生活处于低谷期啊 嗯 生活处于低谷期啊 你那意思就说啥呢 你目前活的啊 没那么自在 你生活上除了抽烟 或者说偶尔喝点小酒以外 其他方面啊 你想获得一种生理或者心理方面的满足 挺难 就是自己的这个财富条件呢 也不太允许自己真正说做到肆无忌惮的去拥抱生活 虽然说大自然武光实测啊 这世界哪哪都很好 但问题你想去欣赏这种美好 拥抱美好 不得需要金钱资产的积累吗 但你恰恰现在啊 处在生活当中比较困顿的一个当口上 那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借啊 这种情况下啊 看你身体到底是给予你了什么样的信号 如果身体给予你信号天天早上起来就干呕 然后呢 这个无论去到哪啊 奄奄由于过大 导致自己只要说身处密闭空间 或者说一段时间自己的行动自由受到干扰的话 你就心绪不宁 总是内心当中焦躁 这个烦闷 如果说对于你身心方面的影响已经有明确的不良信号了 那这会儿毫无疑问得接 你要不接的话 那么你就忽视这种身体信号 慢慢就容易引来大病 因此身体要有不良反馈了 那就得接 你要身体没有不良反馈呢 我感觉像你这种情况啊 顺其自然 那也没有办法 因为这抽烟喝酒的社会上这种人多了 你要认识生活当中没招没闹 这干啥呢 也提不起兴趣 而且没有多余的时间 也就是有这么片刻闲习啊 你总得找点东西打发 这些闲暇时间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也没啥太有办法 尤其你现在压力也大 你工作这个负担也重 所以你很难静下心来 彻底对抗自己烟饮的这种欲望 我当初戒烟的时候啊 为啥我能戒呢 一是我身体多少有一种不良信号反馈 我天天早上起来就感觉 而且那会儿我烟饮特别重 已经是一天两包了 还有一点很关键 就当时我经济上没有压力啊 那会儿我戒烟的时候 是多少是17年吧 还16年 那会儿我经济上没有压力 就我工作上是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 比较放松的 我每天就是如果说 我有十分精力和这种注意力的话 我可以把一半都投入来戒烟 那你要是投不了这么多精力 注意力的话 那你干戒这个也是挺难的 所以像你这种啊 像你这种顺其自然也不是不行 但是我劝你应该还是戒 但是这种人戒不是说出那种戒的 根据你个人情况 路纳 这宇哥看上是信的 路纳 宇哥感觉你对见证有点偏见 我觉得见证跟看球一样啊 纯属倒不实践的业余爱好并不代表什么 你评论别说这个不改进名创场 那个不该当MPP 也没见NBA按你意思来 这个见证有啥区别啊 你说你这个见证啊 业余爱好没啥问题啊 但你别太当真 就是你说业余爱好日常看上视频呢 听听观点呢 这也不上大眼啊 当然没问题了 这就是日常休闲嘛 你别太上头 一等上头了 人家起个头 你夸啥你就感觉自己热血沸腾了 那就有点耽误自己了 那就而且在这一点生活当中啊 嗯你跟其他人接触呢 你别动辙 张嘴闭嘴你就讲啊 谈那些这个家国大师 你懂啊 说刚才你也就懂个皮毛 天天动着谈这些很多人 但凡稍微成熟点的 日常生活接触没有闹这个 你闹这个人都躲着你 你闹啥症啊 天天你互联网上看看视频之类的 稍微关心关心 这没啥问题 但就怕太投入 你说你作为一个日常生活当中 普通人你太投入在那些方面 你有啥用啊 你喜欢篮球 篮球关关打地 呃这是一种什么啊 体育锻炼的方式啊 那体育锻炼 他谈的都是体育竞技 这东西是相当积极的 但你瞎谈那些东西 没啥他要用 没啥他要用 你要以接触信息的角度 那接触点信息也没啥问题 天天沉浸是谈那玩意 你干啥 你又不是悬的找业 呃我看啊 这个堕客 余哥你好 我平时不抽烟 不喝酒 不喝啥 有时候会去买一些饮料 比如东方特饮 您说饮料的危害 比烟酒大吗 哦 你就偶尔买嘛 东方特饮之类 那危害能有多大呀 那顶多就是有点糖 还有啥呀 还有这个里边 可能说有点牛黄酸 牛黄酸的 偶尔喝 牛不甜甜喝 那几乎没啥影响 你只要不喝那种猴甜的 而且天天喝 大量也有 那能有多大区别 你生活当中 你要但凡喝点饮料的话 他和你生活当中 其他那些吃点烧烤之类的 大同小异嘛 谁能保证自己生活当中 处处都是非常健康的 你即便活成非常健康了 那你生活的乐趣呢 生活当中 就得是健康和乐趣 两个之间 得是完美协调 找到一个折中法 你不能完全就是一边倒的 一边倒任何一种生活 都是有事偏颇的 你比如说 我就一辈子 什么这个兴权好都没有 这么活一辈子老健康了 能多活个三五年 你多活三五年 但你浪费了 其他那八九十年 你也不值 所以找一个平衡点 平衡点就行 鼻里头一语个整看 欧文在底角蹲了一个赛季 教练应该如何调整 欧文呐 这点教练没法调整 因为基德你说他能凌驾于东旗子上 基德说的话东旗会挺 东旗只能是左耳朵近右耳朵出 自己在场上我行我住 我管你教练有什么三五不熟 所以东旗啊他是一个真正的持球大和 这种球员他本身特点就是特别强调自我 尤其东旗现在进攻端特别上头 他感觉自己是什么呢 自己是一个进攻无限加强版的组织前锋 这跟当年勒布朗詹姆斯风还不一样 勒布朗詹姆斯属于哪种呢 他就认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传统的组织前锋 得分能力是有但非关键时刻不得 只有在一支球队还特别需要自己 站出来有表现的时候 才会把自己的个人强谷放到地位 平时绝大部分都是全球为主 但东旗呢他这个更近了一步 他感觉自己得跟得上时代 目前这个时代对于一个核心掌控者的要求 进攻端这块师傅所你得肆意的开火 所以东旗啊太过瑜大爆大懒了 他只要愿意这么做他只要自己不愿意改 谁也劝不了 他在队内地位又搞 你之前他跟什么那个巴恩斯啊 再不过早些年一杆大当的队友啊 纷纷闹龙 结果呢其他前队友都被马克户版狠心送走了 先说今天来到新的团队环党当中 只要说谁不符合东西的协议也会瞬间就被剿意 主教练也干不能啊 之前卡莱尔那已经是联赛当中少有的几个 既有非常专业的职业态度 同时呢这个也是在关键时刻叫暂停的时机呀 也都恰到好处 佣人那块向来鲜少受到外界的诟评 哪怕说他领军一直正贯球队 通常卡莱尔的佣人 他的这种战术体系都受到外界第一次好评 即便如此如此东西都能把它撵走呢 所以基德这个话语权 顶多就是适当劝选 但是重点挺不挺还得看东西个人 行走走六宝 宇哥如果你是名长评选官 文斯带水果去你家让你给他录选 你会如何回应啊 如果回应录下这个视频资料呗 然后进而公开举证就文斯卡特啊 他是私下送礼的方式以此去欺视到我们 因为我呀在行为举止这方面 我有一些底线的 底线就是什么呢 不能弄虚作假 尤其涉及到全世界万千球迷 他们对这个事这么关注 那文斯卡特这个事不光是球迷 他们心细细练 还牵扯到了无数那些在比赛场上兢兢业业 他任饶任怨 在场上呢更多遵循一种什么 我只要打出一个好的团队以及个人的成绩 那么最终世界会给予自己公正评判 他内心当中对于竞技的追求非常蠢 那如果说让文斯卡特呢 因为思想瘦瘦的方式 走后门的方式把他放进去了 那不是伤了众多那些真正拥有经济家之心的运动员 伤了他们那种纯粹的心了 这个是不好 这点是我最不喜欢看到的 所以卡特这种羞然呢 到时候我就会把他这种私下受 呃行贿的方式公开曝光 让他无所遁形 没法延长这么做 这是最正确的 卡特他这个情况啊 嗯 他这个情况 他这个情况确实不应该入选 因为明人堂的明人很多人都误解了啊 那明人堂你当然这个根据名气啊 人家可不是叫明气堂 而是叫明人堂 明人跟明气是有区别的 明气代表什么呢 那你明气越大 你越有资格 人家评选的不是最有人气讲 明人堂 就单元入选都是明人 那你说谁不是明人呢 都是明人 但是明人呢 明人的明人也是实子明鬼 这个意思 而不是说浪得虚名 就这个明具体的解释 你也不能理解那么偏颇啊 就空有明气 那空有明气 那是不是说 那个篮球领域之内的 那有些网红也挺有明气 他们也能进的 你包括那白满板在北美地区也颇受欢迎 他也能进的 光凭明气是不行的 光凭明气 这就成一个个搞笑讲了 那甚至那周杰伦也喜欢篮球 他是不是也得进的 那周杰伦全世界范围之内明气 难道说底吗 说白了 你起码在国内12亿人口 知道文斯卡特的有多少 我告诉你 我认为应该是不足一亿吧 为啥呢 这绝大部分的老头老太子 根本不关心这个 还有很多女的 谁知道卡特是谁 尤其那小年轻 谁绿尼卡特呀 当年就哪怕说两千年初起 在国内了解卡特的 也就那么千八百万 几千万人是有的 但再多的话 痴心妄想 也没有那么多人 那周杰伦国内有多少人知道 上至七八十的老手 下至六七岁顽童 多少都了解 有这么一位亚洲歌坛天王 人家就类打球 你咋不把周杰伦 评选到名人堂 论名气人家有吧 人家也喜欢篮球吧 人家推广篮球 没做贡献吧 为啥不让周杰伦进呢 你没有真正的战斗表现呢 你没有真正的成绩掌握 当然不让你进了 所以这个名人 是说什么 陆选的都是名人 但人家都是实子名归的名人 不能要那种浪得虚名的名人 不能要那种名不腐蚀的名人 所以但凡名人堂进去都是名人 这点没问题 但人要的实子名归的 TONY QA有二宝宇哥讲一下10号胡人队勇士啊 胡人队勇士那场啊应该是胡人队组场吧 胡人组场的话勇士不太好打 一是库里在斯泰夫斯中心向来发挥不解 二是什么呢 就两队实力是竭尽的 本赛季之前打出的战绩发挥是勇士队2比1领先 但不得不说 客场作战 尤其胡人队接下来呢 阵容完整 勒布朗詹姆斯大概率跟农梅会携手出战 嗯 关键的是胡人队不光是双核聚在 现在角色班底啊也日渐开始人员齐整 也就是说现在的胡人呢 是全员整齐 嗯 赛季最后充斥的阶段 并且胡人跟勇士还涉及到 嗯 一旦打富亚赛的话 两者之间的主客场智障 我告诉你 胡人勇士主客场智障 这个是自在必得的 谁能整下 谁就占得心 胡人队肯定是寸土不让的 所以勇士啊 勇士 包括用人这方面 我认为科尔 他比哈姆用人的问题要更大 科尔 他一直以来的用人以及临场调整 是更加被外界勾病的 而且届时这场比赛我判断大概率啊 勒布朗詹姆斯呢 有可能出战三十八九分钟 农梅呢 甚至有可能一举将出场时间 推高到四十二三分钟 而勇士队这块科尔 他让库里最多打三十六分钟 库明吉啊 维金斯 纷纷打二十八九分钟 我告诉你 勇士队如果仍然是坚持这种用人 而且大概率就是这么坚持的 那你不赎还等啥呢 就人家本身实力 其实你综合来讲 勇士队打的是小阵容 矮子阵容 对方人高马大 天然其实就具备一定的有势 人家坐镇主场 绍省这块又加持 更何况人家现在日渐 人员集整 羽翼丰满 嗯 综合竞制业实力 本身就在你之上 再假设人家双合呢 大量处战 撑起了别神啊 绝大部分时间 人家阵容方面 嗯 相比你来讲的勇士一面 你还咋打呀 那就没法打了 所以 这场副小赛 大概率少数 不是 这场比赛大概率少数 勇士队 你很行 学了 你买S450 是为了约高端球比吗 还说在E300里打球是怎么开啊 S50啊 这就是正常更换 因为那E300呀 呃 开到离定阶段了 当时我一打定市场行情 还行 据说能卖36万 但是啊 我我忘了 因为那会我有点寂寞 我一开始打听这36万 我让我爸去问的啊 结果是 因为这二手车里边种种冒定嘛 那说是36 一去根本卖不上这些 我最后应该是卖了32万 好像 就一开始听说能卖36万 但后来没卖这些 32万倒没倒 我不知道 是31万5还多少 反正没卖那些 他一开始就是诃骗你去 因为你一听价格给的搞嘛 去了读着价了 人就挑一堆毛病 再结合各种各样的这个 什么新车出来了 如何如何 你这老子不值钱了 就是给你一堆一堆大道理 反正就压下来了回来 追求那S啊 S一直以来 我这追求的追求的中级目标 就是S级嘛 那S他分400和450 400的话 嗯 他就是动力不足 动力不足才有一点外观呢 包括各个方面显的 多少 我认为 以我的年纪来讲 更愿意开一个动感更足的 就即便说这个东西 它是S级 好像说有点沉稳 有点那个 那种商务气质 但是也希望要一个 比较具有动感 这种美感的 他更加符合 目前我开这个车啊 给自己想贴的一个外债标签 就我仍然年轻 我没有那么老气横球 所以就整个四五零 四五零是比较有动感的 他那个方向盘 也不是那种圆了八几的 是那个 嗯 是那个 是那属于什么 运动方向盘 挺好 S680 欢不起 逼着手一语 哥怎么看欧文 之前讲了这个 tony qrur 这胡勇那场 如果卧底教练乱换人 我在现场勇士替补席后访 应该对他喊些什么 你确实到时候是在那个替补席后访 你买了票了 是不是 其实呢你有一个相对特殊点的装扮呗 要不然说你给我打个广告 你这个脑上整个这个法带写的语说体育 要不然举个牌 就是写语说体育也行啊 就是你给我打个广告现场能不能干 也不是不行 你表达一下或者说你展示一下 你确实是在咱直播这当中 这个收听语说体育体育的必要 将来我们也能认同你 你愿不愿意 你怕暴露自己意识 不行你戴上面罩 戴上面罩 展现一下 最多你跟科尔说啥呀 你啥也别跟他讲 因为你讲多了好容易惹事 那这科尔这个人 有时候就让容易挑离 而且科尔呢 现场一旦输解完了 邪火就杀你谁呢 到时候他会举报你的 说你什么种族歧视之类的乱七八糟 他没说 他不说 你讲他坏话 他说你讲其他那些黑人动员坏话 你扛不住 所以就要少惹他 你也没必要跟他较劲 现场看球嘛 胡人能夺冠吗 夺冠肯定夺不了 今天胡人队大概率能走到哪呢 副甲赛我认为啊 有可能要被拿下 这个不是乌鸦嘴 而是说啥呢 你是第九到第十附近的 你这个命拳一线 那你得打两场 第一场面对竞争是你赢的概率 就算说百分之六十 那你其实也有翻车的可能性了 一场定乘步什么鬼的事发生不了 尤其对面又有库里汤姆神 如果一场比赛 这是水花兄弟当时手感爆表 上来第一节呢 双手纷纷命中三个三分 你当时就已经麻了 就防守这块 你大乱阵脚 你就会感觉 我必须得限制水花兄弟 但是呢 人家勇士队容易内外结合 当然麦德格林 他也有非常强的进攻的 对于对方防守的事变能力 届时呢 穿针眼线 空家围禁式 双管齐下 双尾开门 就开始肆虐你的游戏曲 你还咋打呢 所以 哪怕说胡人队面对勇士 他拥有一定的 我天赋方面的勇士 我高大的身体面对勇士队 正好一大捏小啊 但是 单场听众户 这里边偶然形容严肃实在是 太多了 不太好控制 而且第一场 你即便控制住了 一场听众户你赢了 第二场呢 第二场你就转战客场了 而且我感觉 现在这个联赛 他不太可能 就在众目回回的情况之下 让胡人队接连拥有 催罚方面的绝对有事 我感觉NBA不敢 就哪种情况下 NBA可能说 会对这些流浪球队有一定催罚加持 就你起码 就你是复加赛期间 你是排到第七第八的 那这种情况之下 那第一场 哨声一帮你 你拿下了 这事也就过去了 但你要说联邦两场 有可能 舆论 呃 有可能外界舆论呢 就会纷纷质疑 这胡人队 是否说圣子不武 这点孤间别也不想 就占这种埋的事 连续帮两场 这个可能性非常低 那你第二场一旦客场作战 尤其考虑到第七第八 其实对手也都不软 人家也颇有 就这种单场比赛的爆发能力 不太好打 哪怕对方呢 阵容方面有一定的缺损 但就目前的形式来讲 提胡队啊 英格拉姆 打附加赛的时候 应该就会归队了 人家也是阵容相当齐者 你就说打国王呢 国王只要有萨伯尼斯 只要有福克斯 只要有这两个人在 额外风险 还有一个巴安石 他的球队的基本盘呢 就挺稳定 也挺具有爆发力 而且农媒特别怕萨伯尼斯 其实农媒万一被萨伯尼斯 又是给完爆了 就以往的历史来看 这点大个率发生 你咋打呀 所以无论是打提胡 还是打国王 都不太好打 打这两支球队 我认为胡人队就 综合实力而言 都是处于下方的 面对这两支球队 胜率也就是最多40% 不好打 并且你连续打两场嘛 胜率你要说 我两场比赛全赢 胜率综合胜率就更低了 胡人有可能打不了系列赛 勇士同样如此 今年大概率胡人勇士啊 打系列赛这个难度都挺大 因为现在目前看 这两支球队都是稳定 在西部第九第十 不可能冲到第七 对吧 或者说冲这个希望概率非常渺茫 如果保持到第九第十 这两支球队 我估计今年都选 到晚 感谢乔丹谷德文啊 崇利监长 非常感谢乔丹谷德文 群星酿酒 于个小安巴蒂尔 是否也应该入选明长 毕竟他是大学明长成员的 他不可能 他明长 大学明长那有啥用呢 那是大学 他在大学读的年头比较多 他进MBA的时候应该是大散吧 他有一个好队友嘛 后来是当了MBA总经理了吧 反正挺有门子 挺有背景啊 对 那个热火队米奇阿里神 他人呢 就是当年跟小安巴蒂尔当队友的 他俩曾经一块并肩分仗 要不人说现在巴蒂尔啊 在热火队当的是球探的 还助理教练 我忘了啊 但是他在热火队 确实有个一官半职的 相当于是什么 热火老板的二代目 这是小安巴蒂尔 他的大学同所 俩人之间关系正与近的 这是巴蒂尔 但他入选明长不可能 他不可能入选 还有谁呢 一个大佬也一样入选不了 就这个都是有明确差距 就是你的个人门槛 你没跨过去 卡特这个 为什么个人门槛 有人感觉他跨过去了呢 这个就是印象 更多人就是基于印象 因为很多人看比赛啊 他能记住的关键点 其实并不多 对于一名运动员 你到底这个职业生 取得什么样的履历呢 他也不一定就特别清晰 但是他能记住的 就让你一场比赛当中啊 精彩的扣了一记 四大历程的报告 公手转换当中 你展现了自己空中那样 一种柔韧的舒展美感 可能就容易记住这点 而球迷技术这点 会潜在的影响什么 影响一些体育的宣传机构 他们也会广泛的宣传这点 因为体育宣传机构 他也得迎合球迷嘛 包括什么ESPN 之类的这些这个体育的电视平台 而那些明人堂的评委呢 也会基于这种固有任 这种观念 对于文史卡特多有造物 再者一点就是 我认为明人堂啊 他每年入选的人数 有点多了 实在不行 今年没有的话 你就入选一个就完了呗 他可能说 感觉要是一个球学生的话 进来撑不起场面 因为绝大部分人 他不认识那些什么大学教练之类的 他们没有通常的国际知名度 你要说一接下来 都是一些人没人物 可能明人堂就办起来 那也就没啥意思了 因此呢 每一年呢 必须得生辣硬臭 就得干进去几个 你要是这么长的话 他早晚会遇到一些小年 会滑进去一些 所以文斯卡特他扣篮 是不是历史第一呢 历史第一肯定不够的 为什么呢 你要说他阶段性的扣的最好 那这种人太多了 那当年那个小土豆罗密逊 人家扣的也不差啊 人家个儿挨在空中 动作难道说也不舒展吗 小土豆我认为他扣篮 呈现出的空中美感 那样一种夸张的弹跳 根本不逊色文斯卡特 你要说俩人扣篮的话 那小土豆空中做的很多动作 他那种难度 也触碰到了 就是一个矮个扣将的历史字典了 他只有一米七五啊 小土豆 小土豆比当年那个老土豆 还要更能扣呢 因为小土豆在空中做很多话说动作 特别具有视觉冲击力 人家连拿了三届扣篮王 阿隆格等 他的扣篮能力展现出来的这个水平 在扣篮大赛上 也在文斯卡特之上 更遑论是扎克拉文了 扎克拉文目前我感觉 已经触探到NBA的这些运动员里边 扣篮的历史字典了 你要说扣篮大赛上展现出来 就这个人扣篮能力之强 排到第一 目前赵克拉文 最多文斯卡特实战扣篮呢 实战扣篮你很难说啊 就是 就是给一个具体定义 为什么呢 文斯卡特整个职业生亚里 他扣篮数量的话并不绝对多 因为什么很多你要说扣篮数量的话 内线绝对多 扣篮一些难度呢 NBA赛场之上 但凡文斯卡特扣过的 其他队友普遍也都扣过 就是说什么 你在NBA这个对方环境 因为NBA是世界最高级别的对方环境 对方防守人高马大呀 包括那个防守球员 他的基本素养啊 你想在NBA实现跨人 跨越中方式的飞扣 NBA历史中闻所未闻 从来没有 但在国际舞台呢 飞越是扣篮不止几何 当然文斯卡特有 之前格扣那个弗雷德里克嘛 但问题是 那个比赛啊 完全是以上四下 那个以强凌弱的软杖 因为对手实力跟当年那一届 美国孟主队根本不可同时而语 由于你打这个比赛 原本是极其放松的一种状态 就两队战的实力差距是一目了然的 你说这种比赛 对于你扣篮的观赏性来说 或者你这个扣篮 你要是在低级别赛事当中的话 他的意义就有限了 如果那季扣篮是在NBA出现的话 那你凭借这一扣差不多 你也一脚定江山的 你实战扣篮第一人呢 也不是不行 但是考虑到这个是在国际才能扣的 所以文斯卡特有这样的 你在NBA扣的那些篮 他扣过的 其他人也都扣过 你包括那个格里菲 他曾经格扣那个 掌那个面包似的 现在当评论员那个 比较怕孙思 怕金思 格扣怕金思 那个扣篮扣的也挺爽 所以你要说实战扣篮呢 勒布朗詹姆斯 还有飞跃 当时是飞跃谁了 那是完全跨人啊 飞跃的是杰森特里 杰森特里是一米八六第一个选手 完全飞跃杰森特里 来了一记空姐的跨人飞扣 也有 当然文斯卡特的扣篮实战的话 肯定是排名前列啊 具体是不是一级 这也是有正义 我认为多少有点正义 他起码你要是 呃实战扣篮 实战扣篮呢 应该排第一 差不多排第一吧 但这个没啥太大意义 因为实战比赛 你即便说你能扣 你拉不开绝对超级 因为你那时候在国际大赛 你扣了一个 NBA呢 你扣过的 其他也都扣过 你说莫兰特扣篮不比你花哨吗 难道莫兰特跳地矮吗 你能扣 其他人也都能扣 NBA历史以来 他这个扣将啊 出场的不劳少 这不光你自己扣 其他还有好地儿都能扣 就你的一些经典的实战扣篮动作 在NBA里 其他人没做出来过吗 你做出的在NBA里的实战扣篮动作 你是最难吗 不见得了 在NBA 大家都有 这是精彩扣篮 但是综合 综合排名的话 应该差不多吧 差不多排第一 但这也没啥太大意义 扣篮跟三分不一样 三分球 它是有实战意义的 扣篮属于锦上天荒 它并不多加分 你要说NBA 他这个扣篮呢 扣进了 扣进算四分 或者说扣篮扣进算三分 那妥了 那文斯卡特 那我认为文斯卡特也不会 就是说成为什么 因为自己扣篮有秀 所以自己就凭借这个入选名场 或者说成为自己一个 特别出众的技术标签之一 那也不会 因为如果扣篮算三分的话 你信不信 扣篮之王一定是内线 到时候即使是内线 才会真正出产那种超级大玩 就人家肯定严防死守 轻易不让你扣篮 但是内线该扣还能扣 到时候呢 那就会崛起一批 就内线真正的 那标柄历史的一些 顶级的扣篮选手 他们的扣篮王标签会更震撼 因为人家扣篮有大概加分啊 跟那个头三分一样 三分算三分 人家要是算2.5分的话也行啊 那你肯定是内线天下 封线都不行 拧发条的鸟山饼 宇哥雷军为何给人一种难得的清爽 不用力的感觉 如何看待雷军一路开挂的爽门人生啊 爽门人生啊 这那些商业大佬不基本都这样吗 那除了雷军以外 你马云马化腾 那一路以来也都是相当顺畅的 当然雷军是进行了二次创业了 只不过他之前的创业呢 金山那之类干的规模不过大 雷军他后来二次创业 其实这个才是他 真的奠定中国商业史历史地位的关键语道 创立小米嘛 这个确实规模是够了 雷军 就是他为什么清爽看起来不油腻啊 因为雷军 他这个跟互联网走得特别近 进而就会使你有一种什么样的错觉呢 好像雷军呢 并比你大不了多少 而且他跟你差不多拥有共同的这种二十元语言 因为毕竟他融入二十元文化当中了 他之前那个鬼出视频之类的也特别知名 雷军知名 不在于他的演讲知名 不在于他呀 参加一些什么创业大赛呀 给出其他那些选手建议呀 高谈阔论 什么世界格局呀 他不是这个风格 你要是这个风格呢 你感觉可能说就是长辈 这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 跌味比较重 因此你会感觉相对油腻 因为你啊 就认为自己这个年龙段 跟他有明确差距 那就显得油腻 雷军不显得油腻嘛 因为他 跟这个互联网上离的比较近 而且他成名的一些 或者说在互联网上流传比较广的 本身就不是油腻形象 所以雷军想不太油腻 爽文人生啊 雷军这个人生 我感觉不太羡慕 因为他这工作太忙了 压力太大了 现在的小米汽车 是 现在是挺受欢迎的 但是后续一系列 还得涉及到产能提升啊 产能一旦提升之后 那你怎么样出后续的小米系列作品 仍然还要大卖呢 这都是难题 一个都是难题 不太好弄 太累了 这这种活法太累了 CNW与的登革最近怎么回事 还会继续落旷吗 你还会继续支持快船吗 登革最近怎么回事啊 登革没啥事啊 这就是长期处在 毕竟哈登也是年龄见长 现在已经是多大岁了 35岁了 也属于是一个高龄军统员了 这么高龄的球员 在长口下行进期间 梁安娜德保留小智 动辄休养 但是哈登呢 之前除了零星呢 缺战这么一两场以外 其余场次几乎保持全体 所以哈登是 也有点激劳成绩 再者一点 一个人啊 面对一项比赛也好 还有你的毕胜爱好也罢 那么你心里的这样一种倦怠 他会随着你长期大量的进行 某一个领域的砖研 会很自然的出现 所以哈登在赛季收管阶段呢 他就进入到一定的情绪倦怠期 而这种情绪倦怠期呢 你只要顺其自然 你只要说 度过了这段情绪 无法全情投入的阶段 慢慢啊 你就好了 我感觉这个对于快创来讲 恰恰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哈登这种情绪倦怠 没有出现在 呃 季口上 你一个人不可能保持始终紧绷的神经 尤其像哈登这种 见惯了大风大浪的运动员 所以长期在尾声阶段 考虑到快船呢 现在整体排位这块 上上不去 下下不来 那哈登这个阶段出现倦怠的话 再恰恨不过了 再适合不过了 所以快船 没啥太大妨碍 就说输球 阵容不完整 哈登固然重要 但毫无疑问 快船队最重要的 还是朗纳德 就少了朗纳德之后快船 保罗乔治呢 也不再那么任由哈登去进行安排了 一旦没了朗纳德之后 保罗乔治 进攻段有点过于抢戏了 有点不太服从哈登的指挥了 除此之外就是 朗纳德至于快船队防守体系 最关键的作用属性 没有其他人能替代 就快船队防守其实是 建立在朗纳德封线的 阻拦能力的技术之上 少了它之后呢 攻防都受影响 这就不好养了 银花小鸟三名宇哥除了鸡毛以外 还想养什么品种的网络有机会 再养之网会选择鸡毛吗 再养啊 鸡毛因为我已经养好几个了 我打想这会儿你看这个 一开始养一个丢了 然后后来呢 再养就是这个蛋蛋 然后中途呢 又蛋蛋没了之后又养了一个 但是那狗放我爸呢 叫我爸一个不注意被车撞死了 中共就活了五个月 然后现在又换成这个 我手里啊 过鸡毛已经过了四条了 四条鸡毛了 所以鸡毛我是养到一定份上了 就对于这个狗太熟悉了 接下来我要是再换的话 我倾向于换一个体型相对小的 因为我家现在养这鸡毛啊 根本没法就是把绳放开 就是因为什么他体格太大 这个对于其他人来讲 是一种 起码你看起来是威胁 甭管他咬不咬人 他看起来是威胁 一般人害怕呀 之前那个蛋蛋的 体型还没这么大 如果说遇到什么那个荒郊野外之类的 我还敢杀开 但我家现在这狗啊 荒郊野外我都不敢杀开 不行 他个儿太大了 控制不住 这狗 拿出去练的话也不是不行 但是 这狗的体型啊 太夸张 未来我要是再养狗 倾向于养一个变木 就变木比较聪明 据说那个狗你养完之后啊 他会给你完全不同的养狗体验 为啥呢 他的沟通交流能力太强了 接近于七岁小孩 就是 太聪明这个狗 我没养过变木 到时候我感兴趣养个变木之类的 鸡毛养到头了 鸡毛了 这玩意 你看他不能说少 但是这玩意天天呐 呆了喝的 宝宝 宝宝 过来宝宝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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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出去 出去 我让你出去宝宝 出去 过来宝宝 过来来宝宝 宝宝 宝宝来过来 这狗总体还行 这狗 出去房这个挺愿意玩的 乐游泳 这狗特别乐游泳 前两天带他去游泳了 特别乐游泳 现在他可能是长大了吧 长大了 他愿意游泳了 以前小时候那会儿不怎么愿意游泳 Kane 它不动 天天游泳 哪天还得带着去 挺愿意玩 路纳这语歌名人堂的英文是啥 为啥翻译成名人堂啊 名人堂 名人堂 名人堂英文呢 英文 耐史密斯的篮球名人堂 我看 How of F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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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me Fame是什么 Fame MV Fame Fame名声啊 名声 名声 名气 声誉 声誉 声誉堂 也可以这么讲 声誉堂 Fame C2W猛南哈登 乔治 鲍威尔尊 那得八九钟排个一到五 八九钟 猛南哈登 乔治 鲍威尔尊 那得 哈登不太不太会打 不够凶了 而且胡说太长 被容易逮着的话 是个短板 保罗乔治啊 乔治他没有那么凶悍 保罗乔治 鲍威尔啊 鲍威尔看起来挺容易冲动的 鲍威尔 但是他没有那个猛南啊 那么不一切 猛南疯狂起来的话 看起来好像是精神似乎有点问题 你精英不敢惹他 所以猛南这个有可能是最厉害的 最狂乱的 猛南属于是风霸神 有点这种感觉 伦纳德啊 伦纳德排跳 伦纳德关键是 估计能挺冷血 因此他能跟猛南成为最后的生活者 但是非得绝一个的话 有可能是猛南 过去的夏天这部纪录片 没看过去的夏天 鱼哥会不会游泳啊 我当然会了 我当年冬泳的 在大学高冬时期 玩过冬泳的 当然冬泳没啥意思 后来我发现 这东西基本上除了 你偶尔小炫耀一下 这生活当中 冬泳跟谁一言谈 一谈到体育了 自己就讲 我会冬泳 其他人纷纷投来羡慕眼光 除此之外 没啥用 就冬着自己一身得色 而且这东勇这玩意儿 其实他没啥意思 不好玩本身 为什么呢 你去了就拖了光芒呢 下去就一圈 三十秒 准备好几个小时 从家里还得过去啊 高中大学那会儿都坐公交车 高中他得过去 过去完了之后洗一圈 上来擦不擦吧 冻的 得舍的 回回回去了 回校园了 没啥意思 其实 就游那么一会儿 你说游啥劲呢 就是为了自己锻炼 自己抗寒能力 抗寒能力 这玩意儿到底有没有必要锻炼 其实值得赏却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如今 生活这个条件呢 其实已经不准太要求 一个人说啊 我玩命的练自己的抗寒能力 这个东西到底对于你的身体健康 有多大帮助 其实值得赏却 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啊 一个人要是长期练举重的话 这东西法省运动 它有可能 就是你练的练 对于你身体反而是越练越差 就包括你的关节啊 骨头啊 一旦年龄大了之后 你还能不能保证 自己日常行走 保持自己身体健康 这个安然无恙 都是问题 同样的 东勇呢 当然我这个一家之眼啊 但是我养狗我清楚 这个是有书籍统计的 天天长在户外的狗 尤其在寒冷地区 寒带地区 因为比如说东北吧 就是起码是这个四季分明的 天天在户外养的 冬天也放外边的 这种狗 它的平均寿命要比 就是在家庭当中 相对来说比较横温环境 他晚上睡觉也能自己 安然睡个美觉的 不像说在外边经常容易被冻醒 狗如果是在室内养的 比如在户外养啊 平均寿命应该是高了2.5岁吧 还多少 还高三岁 这个是非常好理解 因为这狗这玩意 他就算是不怎么太怕人 但是你在外边 冰天雪地 你自己那身体这种机能 也被充分调动去抗寒 这肯定是影响 这肯定是影响 就你这种 这个总体寿命 所以人呢 东勇正常到底好不好 我也把他知道 所以后来我就不东勇 东勇也属于是一种挑战极限 对 对 年华条纽 他们宇哥工作中不小心闯了个祸 为何不在领导发现前提前紧张害怕呀 是否大喊爱咋咋地呀 我在工作中不小心闯了祸呀 如何啊 工作中不小心闯了祸 如何不在领导发现前提前紧张害怕呀 是否大喊爱咋咋地呀 就闯了祸呗 这你怎么样才能在领导发现之前保持心绪的瓶颈啊 保持心绪的瓶颈 那就弥补呗 犯的是什么错 能不能提前解决 如果解决不了的话 这事已至此 已成这个既定结局了 看这个事干系大不大呗 如果干系特别大的话 那就得提前承认嘛 你避免躲躲散散 最后一旦发现的话 那问题就更重了 如果干系不大呢 不知道可讲可不讲 最后那个发现不发现 其实争一字眼闭一字眼也就过去了 那就无所谓呗 所以你讲这个挺无厉头啊 就自己犯了个错了 在领导发现之前 怎么让自己保持心绪平静 没法平静 你既然说出现问题 你怎么平静啊 那当然平静不了了 在解决之前都没法平静 新疆W 虎勇副甲赛 大赛怎么看呢 虎勇副甲赛 真有讲了 勇士大概率干不过虎人 因为副甲赛嘛 你说副甲赛啊 副甲赛的话 谁也判断不出来 副甲赛 虎人对大概率有主场游士吧 实际求是讲啊 就是勇士对案例说 是凶多吉少的 但是考虑到单场定胜负 谁也不清楚 而且勇士队有了空甲 这么一个未知演出 因为勇士队在今年 前两场跟呼人队交手的时候 当时空甲还尚且处在被球队冷处理的阶段 因为我记得勇士队是打了30场附近上下那会儿 空甲甚至一度 还因为自己上一场比赛可能说偶尔战术没能按科尔 他那个意思去执行 下一场比赛突然间就被电不进 所以之前那会儿没有空甲 后来呢又缺少浓煤 这个也没法检验 所以届时就看空甲能不能成为X因素了 如果能的话 那就不一定 目前不太好判断 这两只球队你要刷倒呀 忽然呢 他的脸色就在于忽然所有招式都在明面上放着 就忽然队到底这个一个云农会啥呀 勇士队完全心知肚明 包括勒布朗詹姆斯他习惯性的打法 以及这个农眉哥 之前在西部为提湖队效力的时候 也是经常格善叉武跟勇士交手 德拉姆德格林对于农眉也是相当熟悉 因此胡人队在勇士面前是没有秘密可言的 胡人阵容当中的拉塞尔 作为目前球队基本上是三号任务 但是他曾经也跟斯蒂文库里并肩作战 曾经在克尔的会下效力 所以勇士队对于胡人呢太熟悉了 胡人面对勇士几乎就是打名牌 但是勇士队呢 胡人却有很多不太熟悉的地方 因为勇士今年呢 增加了不少新面孔 包括首发阵容的安排这块 跟以往已经大响径庭了 这支球队甚至水花兄弟 都已经度过到下一个决战 克莱他们人开始绝大部分比赛时间 甚至出人替补了 所以现在的勇士队体系有一个大的变化 不再是胡人队印象当中那支勇士了 尤其关键的 就是空甲他的勇先 突然之间这个赛季的竞技状态的提升 这让人是死了未及的 甚至包括勇士队自己 都很惊叹于空甲 他到底成长速度是因为什么 如此飞速 之前两战这个赛季 当时勇士队正常老弄空甲 都是名不见景传的这么一位小将 胡人队空甲啊 是缺少防备心理的 而后来那一场比赛 胡人队数了 当时那一场 农眉是应该是没倒 残阵情况之下 与勇士应战 所以这个胡人队也没法说 充分做到 有地方使得去进行防守检验 所以空甲啊 应该是个X因素 如果是打货架赛的话 空甲这点 有可能让胡人队防不胜防 本身胡人队很大警力就会限制 石中库里的外围投射 如果空甲呢 他跟库里形成了内外结合了 届时你怎样去应对 勇士队的立体共识呢 这点就容易出现难题 因为空甲的技术类型啊 还没有完全定型 往往一名年轻人 打到季后才结断的时候 有可能就是他 突然之间出现自变升华的管界 看空甲吧 他如果能成长起来 单场淘汰赛 自己承担重任了 分大了库里巨大的压力了 那胡人就悬了 目前看呢 胡人队总体实力 似乎是更强的 但是呢 胡人队好像是在打名牌 而勇士队呢 他有更多的变化手段能用 总体判断我感觉 误开 勇士队或许会因为自己 他隐藏了一些手段 或者说这支球队 他能打出更丰富的变化 让胡人队死了不及 因为考虑到一场定型战复 你出其至上 你一旦说有一些招式 对方没见过的话 这对方临时进行防守不防 就可能陷入谎乱 所以勇士啊 可能说是5.5比4.5吧 略位占点幼稚 对 我认为不是5.5比4.5 5.2比4.8吧 略位领先一点 乔党古的文 宇哥评价下 今年NBA季犯最多的运动员 有没有意外 齐子 华子 羊 另外能否回复 视信方面提问呢 季犯最多的东西啊 这点没有意外 他经常没事 就跟裁判得不得 裁判只要说 有一个防守回合 没有吹对方防守学员的问题 东西进行啊 没有受到额外的 诱惑待遇 东西就会 肆意去释放自己情绪 动辄挑衅裁判 在别人场上 吹法的权威 所以裁判 眼里不如少的 容不了东西 这种屡屡的 这个 质疑行为 所以经常给他吹涕嘛 华子 华子也是 华子作为森林郎的一员 森林郎这个队友 好像说有一种挑衅裁判的传统 当年其实 那个卡文加特呀 就经常挑衅裁判 后来呢 这个队伍 戈贝尔来了之后 戈贝尔也是 这联盟甚至 发下重景 十万美刀一笔 所以罚的戈贝尔啊 也是几倍罚凉 现在这个爱德华子同样 特雷扬啊 特雷扬因为 现在新鬼嘛 所以对他的吹法 没有那么照顾了 再者一点 特雷扬 像领军带队 跟那个德盎特木磊 合作效果 也不尽容人意 所以 面临惨淡的战绩 自己压力也大 那通常容易 口不遮掩 乔朗古六本 看一下木河南道 卡尔中格 请问有个开 S450区美浪凤家吃饭 能先弄坏 如果不行 二手呢 我希望老汪中啊 你谈的都是无稽之谈 你讲这玩意 我这位置啊 就是养狗为乐 所以说你讲 S450如何呀 去哪 去哪 先弄坏呢 呃 我向来 就是外港内容 呃 外法内理 我是一个非常遵循 就是理数的人 双方当中 我一般来讲 僭越指示 我是不会做的 我无论到哪呢 尊卑有序 特别强调这种 就是不能说 等级观念吧 但是儒家理法 传统的这种 一脉相承 我是比较看重的 所以你看我这个 过年过节回家之类的 如果说有晚辈 在我之前 我没做呢 夸杂瞪着 就剩一个 你先抢了 一个凌厉点身 赶紧给我起来 要不然的话 就是一顿严厉的批评 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我呀 为人处事 呃 比较强调 长幼有序 所以我无论到哪 肯定是会区分出 这种这个 不同的 长辈当然 限动了 我要是长辈的话 其他都是晚辈 那你就是在我之后 一定这样 原方人节 阿德与格里芬 是不是也稳劲 佐助堂了 都五次最佳阵容 一个总得分多 一个扣篮王 阿德格里芬 是不是也稳劲 都五次最佳阵容 一个总得分多 一个扣篮王 阿德总得分多 他确实总得分多 也是打了好多年了 并且他最佳阵容 也没少进 你这最佳阵容进的 明显比文轩卡特更多 卡特这太少了 之前其实那谁 那个 叫什么名 那个克里斯维博 他入选明显场 都引起一定争议 他甚至入选明显场 你看着自己发表演讲 一脸都不自信 为啥他感觉在明显场 这么群星璀璨 云集的环境当中 自己显得都有点 哥哥不顾了 因为啥的 没有MAP 没有得分王 硬同货 一个没捞着 团队奖项 自己始终与冠军无缘 啥也没有 所以他去都感觉 多多说说 你要文轩卡特去 他确实 应该也会低调形势吧 当然那一届 因为其他大腕 实在是少 但是我感觉 你要是有冠军在手 你去了 说话也硬起 腰杆也能挺的 你比如说 比鲁普斯 他是实证明伪的 比鲁普斯 首先一点 最佳阵容入选次数 都比文轩卡特多 同时呢 人家还有最佳防阵 弱感次 尤为关键的 领军带队 仍有带队 大阁的冠军 那文轩卡特都不具备 所以个人荣誉 这个比鲁普斯 完胜文轩卡特 团队战技呢 人家不管是 多个总冠军 而且 数次打过分局决赛 极高端的比赛 人家数次参与 在西部 卡米兰诺尼 整个真相 打过的唯一一次 西部决赛 也是在比鲁普斯 来了之后做到的 所以比鲁普斯 团队这块 至于一支球队 重要的贡献 力敢见 去了之后 这支球队 立刻就自变 甚至包括之前 他加盟活塞 上一个赛季 那会活塞也挺强 但没有比鲁普斯 来了之后强 比鲁普斯来了 也相当于是 一阵最后的催化剂 让活塞 那个队伍 立刻从之前 有较强的竞争力 一举跃升为 真正的冠军争夺者了 不一样了 所以比鲁普斯 十字名为 文轩卡特 一般版 你要卡特能进的话 我认为二德里奇 那就没有任何悬念了 那必然得进的 人家所斩获的成就荣誉 明显在文轩卡特之上 那你卡特冲什么 就是说 得压盖 那个二德里奇 二德里奇 怎么 人家不知名是咋的 那注意说 你怎么 那当年如何如何 受到球迷欢迎 受到球迷欢迎 那这也不是 就是 你作为一个名人 就怎么怎么 跟其他人 就能打出明确区分 人家二德里奇 也是名人 名人堂啊 那你就人是不是名人 都是名人 那大家都是名人 彼是啥呀 彼的不是谁 更有名气 而是说谁 之前那会儿 打出来 荣誉斩获 更突出 你得有实实在在的成果 你没有成果不行 二德里奇 应该能进 按照这个标准 他能进 所以说 格里芬 格里芬 最佳这种路选 也比那个 文斯卡特多 卡特会扣篮 格里芬也会 那卡特 名望狗 格里芬名望也不敌 而且文斯卡特当年呢 他偏几乙 在这方面 占了不少便宜 毕竟是为 多伦多效力嘛 那整个加拿大球迷 都支持文斯卡特 大量集中给他投票 你这样一来 他这个票数 当然更好看了 所以说文斯卡特 他那什么 拯救扩兰道的手势率 这多虚 这多虚头八脑的 一个称呼啊 那当年阿隆格等 和那个扎克拉文 还拯救扩兰道的手势率 是不是有底 能不扯办 那是这种 这个所谓的荣誉吗 这都是太扯了 这跟篮球竞技 已经不怎么太 发生关联了 我从球王的鲸鱼 我实在不理解 给女主播送礼物的行为 尤其是送出不少 但远不足以得到任何回报啊 你不理解啊 我告诉你 你为什么不理解 因为你的收入 没到那个份 就这么简单 就你这种不理解 其实本质能跟哪种不理解一样 跟去商务KTV的 不理解 一个道理 你也会感觉 哎呦我天 去商务KTV 一花好几钱 我有这钱的话 吃烧烤 我能吃三十吨 你是这么算账的 你同时你也不理解啥 你也不理解 哎呀 那些有的人 你说 你看 这个 他这个 平时啊 但凡能 这个等金融车去买的话 为啥你要点外卖呢 你点外卖 还得多花这个几块钱 外卖费何必呢 那外卖费 现在稍微都不底 动辄人家来给你送一下 你得额外加价三五块钱 人家通过外卖平台卖你 还比人家自己私下里开店 你如果在店铺里直接消费 卖的还贵呢 你这里外里一算 可能说 吃一趟外卖呀 跟你自己去现场吃的话 可能差了七八块钱 你也不理解 所以你这种不理解本质上 就你的消费 没到呢 就这么简单 你说那个互联网上 给那些女主播消费的 我告诉你 本质上他还是少 绝大部分啊 有闲钱的 就他确实生活当中有闲钱 也绝大部分 甚至是哪一种这个闲钱呢 他就是不工作情况之下 也有闲钱 就他有资本利得 就他有银行存款呢 还说其他那些手颠簿租金呢 他有一大部分 非劳动所 就是不能说非劳动所得 资产 资产性收益 他有资产性收益 因此他感觉这个资产性收益啊 我是躺着来的 他感觉赚这份钱赚来的 当然他之前积累资产 肯定是付出劳动了 之前积累资产的时候 肯定也是受累了 但问题他原始积累已经完成了 所以他现在在每个月进账呢 他感觉得来全不费功夫 很简单 很清爽 这几天这事是啥也不干 也有钱呢 你说这份钱 他不怎么也得花吗 这是互联网上找一下满足感 所以他就花 打赏了嘛 就给你看那个夜场 酒吧里 打赏了那大伙人家 就是我转移到线上了 其实就这么简单 转移到线上了 就这么回事 他这个消费心理啊 他是会随着一个人 哎 你这个收入的增加 会变得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我在大学刚毕业那会儿 比如说2011年左右 刚毕业那会儿 我就感觉 哎呀 没事去唱歌的话 去什么商务KTV呢 就去普通KTV多好 哎呀 真是闲的 有病 这帮人都是有病 为什么就要去商务KTV呢 普通KTV不一样唱歌吗 啊 但是后来啊 你一旦 哎 争得多了 事也开阔了 啊 你就知道 商务KTV里边装修好啊 这个环境的话 本身就是值钱的 那真是 何必去量饭KTV呢 去商务KTV 这才是消费 这才是享受 所以你一旦 收入成假了 你就感觉 商务KTV有商务KTV的好 不一样了 想法变了 所以归根结底在于啥 在于就是你一个月收入情况 本质就这样了 刚才 之前我记得我是啥时候的 我是在 一几年 一五年 还一六年呢 当时我听到一个 就是话语啊 立刻就让我 确实 就是考虑到 哎呀 真是这么回事 当年可能说 就是 他会给你一种 什么样的启迪呢 让你突然间很惊讶 但惊讶之余 你就感觉 哎呀 我天 这个事 这看来真是眼界所限 你比如说 我在一五年 昨天那会儿 我就跟 因为我当时 各地那个 就是铺地板这业务 各个城市地板工 都是我找的 就是我一个电话 这块有业务 立刻我就叫我自己的地板装工 因为你要不是自己的呢 他这玩意铺不明白 哎 他他他一旦出问题了的话 来回扯离 你说你是铺装问题 还是我的地板指令问题 弄不明白 那到时候都得我承担 所以我后来我就是 各个地区都我的铺地板的小团队 哎 不能说我的团队 我跟他们一把一支稿 就你扑了之后 我就给你结账 我有一次跟他们唠口啊 哎 我就发现有一个 好邪门的观点 他们 有时候跟我唠口跟我讲吗 他说 哎呀 你看这大街上啊 开车这些人 有一个算一个 都装毒的 哎 你说你平时为什么开车 多费钱呢 我 你说你得挣多钱 你说你这开车还没有 都是为耗面子 你看一个个开车 这些开车的 但凡脑子聪明 没有开车 像我这种 其实我就是懂得这道理 不能开车 开车太费钱 不开车最省钱 就开车的话 这个养车费用啊 包括油钱呢 这些东西 正经上不会开车的 他们所有开车 就是为了耗面子 当时我一听 我就感觉有点不太对 我说那 当然我没好意思 跟着跟着降啊 但一听立马当时 我就很惊讶 你是这么认为的 他们呢 就走好面子 难道没有可能是 他们确实生活当中 可能说 哎 自己收入这块 有点余付 就感觉养个车 养得起 能扩展自己的生活半径 他不这么认为 就感觉开车 都是二傻子 开车 因此我感觉像你讲 这个啊 就是说啊 那些什么 这个给女主播消费 都是那个 哎 不理解 我刚才的本质性是一样 就你这种想法 跟之前那种 那种想法 我刚才其实本身一样 他只是什么呢 哎 就是 差不多 他只是接体式的 可能说 那些给女主播 一字千金的 他们那个结成太高了 哎 但是我刚才讲这个案例 他更接地气了 啊 这只是差别 只是在这 本身是一样 西亚W啥时候 再更新 旅行委落 啊 旅行委落 那我得有空去旅行啊 那没有时间去旅行 那咋更新呢 之前其实我去拍了 就是沈阳有个 当然现在不好提名了啊 就是有一个连锁的 特别知名 就沈阳当地 可以说最知名的 一家连锁的快产店 就那里边 当然我具体细节 不方便透露啊 为啥不方便透露呢 因为 我自从吃了那一顿之后 回家连拉三次 当天晚上回家 我甚至拉完三次之后 我感觉还要拉 但是已经拉无可拉 那就是说啥呢 有点食物中毒了 不能说食物中毒 有点夸张 但很明显 东西没那么好 就是我好长时间 没有拉成这样了 去就是吃那个快产 回来就老了 当时吃的时候 感觉还太好吃了 无论是麻辣汤麻辣饭 这玩意味道真是不错呀 我当时大为改观 这快产店真是真是好 看来名不虚传 这东西价格也没那么贵 十五六块钱 但那个价格不算太便宜 回家就拉 今后绝对不会再 再去老吃这玩 肯定是有点问题 我不知道问题在哪 你看也看不出来 我现场看 我也没发现 有什么那个血泊肉 这类之类的问题 我也没吃那些东西 我蛋白饭子我都不吃 我就吃这其他 仍然是老 不知道因为什么 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 那当然我可能长期不去 那地方吃 所以偶尔去一次 我老 我要是这个 一年四季 我天天老去 我我印象当中 我是一毕业之后啊 起码是前这么五到六年 我经常去 就那种快点店 当时我可不老 为啥现在我老呢 我好长期间不去了 我天天没事 我哥家 我这个点一些饭 我都是去那种 知根知底的饭店的 我点的 他肯定不是那种 就是什么那个 什么二次加工 那些特别低廉 他们都是现做的 因为我都了解的 他那我点的菜都是他 我去店里吃 他也是现做的 我哥网上买 他也是现做的 是那种 去快点店 但我去的少了 所以现在我的胃啊 抗性变弱了 所以偶尔一去 我就老 那说明什么 说明 就这个东西 你要说必须得是你 百炼成岗 你得长期去 你能才能适应那种 他的食物 说明他还是有问题 但是我发现 我没法拍那种 就是个人探店的围绕 为啥呢 没法拍 因为我 我得自己拿着那个 就那个 iPhone啊 我拿着去 我还得左手端盘着 我右手还得快菜 根本不现实 就去那种快餐 我去了 我一开始 我是尝试不拍 后来反正没法拍 我咋拍 我一手拍 左手端盘 我拿啥 我拿哪个手快菜呢 快菜 我就得交过来 再快菜 太麻烦 一蹭一手油 因为你一快菜 那勺子都涨的 因为那勺子都里边 都贴的哪 都全油 我再拿相机 你没法拿 我自己去没法拍 至于说 带个人去拍 我拍东西 我还不愿意带个人去拍 那带人去 那规模有点太大了 那没啥意思 所以就后来不拍了 太麻烦 不拍 运动相机啊 别的领着上 那你也不知道 他啊 就那种运动相机 是不是 方便一点 一样麻烦 如果去拍什么吃播之类的 我肯定也得找那种 那个不是快餐店 还行 快餐店来回汤汤水水 太麻烦了 木赫兰到考尔 雨格这话说的不对 我去商务KTV唱歌 找陪唱也不心疼 但是给女主播刷 没有雨格一般多 啊 就你是去商务KTV 找陪上也不心疼呗 我还那句话吗 我就这么跟你讲 我给女主播至今为止 我长这么大 就刷过一百块钱 为啥 因为我跟你想法一样 这给女主播刷的 好像说都有问题 你说你去商务KTV 当然我去商务KTV 我可不像你 这是如何如何 我去商务KTV 就纯粹是 因为我对于周围的环境 是有洁癖的 我就去商务KTV 就是那种环境 我享受那种唱歌的环境 咱可不乱七八糟 那啥 但是为啥我感觉 去商务KTV都值 为什么我 后来网上给女主播刷钱不值呢 还是那个道理 就我本质人跟你 咱俩是一个结成的 就咱俩没到 就是说 那种 女主播直播这 能绑一大哥 你没到那个段位 你要是生活当中遇到那种 类似段位点 他的消费理念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就为什么 就你我的消费理念 比那个 就是我之前讲 那个扑地板那个 比他的消费理念要高 但是我们 还是处在我们这个档枝上 就是跟人家没法比 就人家那些消费理念 就是更高 就这么简单 就人家的消费理念更高 咱比不了 我至今就刷了一百块钱 而且当时刷完之后呢 我主要那一天呢 我心情比较好 我就想听个这个 别让的歌曲 刷完了之后 发现是录过 就是人家主播 好像说有助理写的 主播不在 注意主播不在 就是你党内 你要是愿意听主播唱歌 晚上八点之后来 白刷了 永远不刷了 党内之后永远不刷了 我以为是直播 结果是录过 当时 你 你那个去商务 肯定会不心疼啊 那你不心疼的话 这种 我认为不结婚 不找对象的 当然你要讲 就给女主播刷钱呢 哎 就是自己生活当中 就拿女主播当自己 这个精神寄托了 这方面的话 这方面也差点啊 这方面也确实差点 比如说 一个人的 你就是想 跟女主播怎么的 还发生点什么故事 你这个想法的话 那不得不讲 你这就有点 那这就不是 消费观念的问题 而是说 你对这个事认知的问题 你这认知 你就是有问题 你看你是图一乐 还是就拿这个事 当一个正事去干了 就好像说 那你是要追女孩了 你这个呢 就是有问题了 你要是这么整的话 那你这 你本身初中初发点 他就不对 他跟消费理念 不放过来 结合阿伦 我认为不结婚 不找对象的男人 等于不和同胞强女人 是很高尚 你怎么看呢 这也没问题 因为国内啊 其实男的光棍特别多 那你说男的光棍特别多 我再从中插一脚的话 是不是说 那就是竞争会更加激烈的 何必呢 因此像我这种 抱持一种独身主义的 我感觉对于男同胞而言 像我这种 恰恰是成人之美 那送人玫瑰 手流鱼翔 按理说是应该受到广泛的赞美的 其实啊 因为确实嘛 那就有好多广棍在国内 那你说咱勇于主动当广棍 是不是给其他人缓解了 竞争压力了 毫无疑问嘛 所以挺好 当然像我这种性格啊 呃 还得是就是飞瘾 这几 绝大不飞瘾 他不具备像我这种性格 我是哪种性格 我跟你讲啊 呃 我个家里 我在我家 我在我家里住 如果我家里出现另一个 无论谁 呆超过两天了 我肯定烦掉死 我就感觉这房子白买了 房子都不是我的了 这就乱缺槽了 无论谁吧 给我家里呆 两天以上 我都闹心 我都不行 我都感觉 我的私密空间 受到其他人侵犯了 就哪怕说这人 你再怎么怎么样 然后一个女的 你说你这个 俩人这个出地相还如何 呆不能超过两天 他一旦超过两天 你赶紧给我走 我根本受不了 就我这必须得 我就感觉这房子 我都白买 这不是我的了 就你侵犯我这个 私人空间 我感觉活得没意思 就我的感觉 是哪种生活最有意思 就得是在一个 我能够独自掌控的 一个绝对的空间 在这种环境当中 我是最活的自由自在的 我也感觉 活得是最放松 最有趣的 我想干啥干啥 生活当中 我累着地打地 他跟那个 跟其他人共享 一块区域 不一样 我就这种性格 封闭性性格呀 那还不是封闭性性格 正常社交的话 没有问题呀 跟其他人 你比如说 如果有一种现象的话 哎 俩人结婚之后 我就单独住我的 你就住你自己的 哎 要这种情况的话 勉勉强强 但是我也不太愿意 接受这种 强绑定的关系 那没啥意思 太受诉 BQIA 摇摇罗伯特 胡人 克里斯蒂 每次在垃圾时间 就自己抱着球不放 太毒了 也不给别人 锻炼和表现机会 克里斯蒂啊 那确实 那这场 是不是又是因为 克里斯蒂 他在胡作非为 导致胡人队 最后阶段精心动魄 有可能吧 这比赛我没看啊 但是没看 估计能拆个八九不离死 据说最后阶段 那胡人队 差点涉嫌 被对方追到 仅有五分之差 原因是不是又是 克里斯蒂 自己单独 大不大懒 我大概率是怎样 他每次不都是什么 从来不分享球 就只要说 一上场呢 甚至很多时候 他跟詹姆斯农妹一起打 有时候打法风格 也相当独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哈姆 对于这个克里斯蒂 也那么青睐有加 难道说 有什么背景 克里斯蒂 长得有点像皮鹏啊 难道说跟皮鹏 同时有点像谁呢 这就没法说了 有点像 有点像 很多人都说他像 不到 具体到底什么原因 如果背景呢 没办法 但是如果没有背景 他为什么哈姆 对于这名球员 这么偏爱呢 按理说 他没什么恬物 你说他进行 上线搞吗 没有上线可言 就是个二轮秀出身 你这种球员 表现有底效 防守 其实他也不是一个 什么真正的外线大早 金拱这块 三分远射并不紧淡 至于说 南下突破 攻守转换 他又不以身体天赋助成 打不出什么目的空甲 那种 攻守转换 雷厉风行的速度 那么这克里斯蒂 就是不知道清楚 到底是哪方面 有那么大的特长 被胡人队 如此轻微有加 他其实 就应该被胡人队 清除除罪 不应该给他时间 没啥用 我感觉 S-H-O-W-H-U-N-D 这宇哥你好 我叫董 董文省 今年考研被录取了 可以分析一下我的名字 并祝福一下我 董文省啊 今天考研被录取了 董文省 文省啊 文省就代表什么呢 代表的 就是你啊 不光就在书本的 知识的 直接摄入 或许这方面 有自己一定的天赋 就是文字 好像说在你心中 能够生根发芽一把 就是你啊 很愿意解受文字的 这种洗礼 愿意常常在知识海洋 同时呢 你还有一定的创造性 就自己收获了一定知识之后啊 能够举一反二 能够就是不断的开子散业 自己在知识的基础之上呢 能够进一步扩展 自己的知识领域 所以像你这种 很具有学习能力 懂文省啊 那你考研成功的话 实质名鬼 未来终取再考个博物吧 之前我看 那个西边联赛当中 杨海审 这一次不参加 NBA选球了 2024年 2024是一个超级小年 他不参加了 我听那个 有人分析啊 是杨海审没有经纪人 而且他所在的青岛队 好像不太愿意放人 杨海审自己呢 似乎也感觉前景有点迷茫 目前他认为有必要 继续在西边得练 我认为啊 这个事做的 是相当冷静且理性的 为啥呢 小年是小年 那NBA小年他也不是说摸摸脑子就一个 小年你也去啊 我也去啊 可能吗 杨海审现在是什么水平呢 场均15分 地位不是个傻气 但凡地位傻气 场均没有15分的 要招青岛队 其实杨海审有大量球权 用非常强的战术主导权 因为毕竟把他往约齐伸井那个方向培养嘛 他只要愿意攻的话 用了无相开口权力 但是场均只有15分 而且就他的比赛观感来看 地位破防不了韩德军 韩德军其实也是一个重要指标 你看周琦 有能力闯荡人变 周琦破韩德军 打他跟玩似的 就韩德军现在根本防不住周琦 但是杨海审呢 体格比周琦壮 但是篮下的技巧 甚至目前看 好像还没有周琦奉过的 因为你别空玩花哨的动作 那没用 你得看具体的实战效果 周琦动作别看不划哨 但是简单搞笑 他比杨海审的效果更好 那你要杨海审连地位 周琦不以地位强武度上 现在杨海审的地位影响 连没有周琦大 你要知道周琦当年被NBA选中 主要看中他的防守 但是杨海审进攻比周琦 表现都不如 你说你拿什么去打动NBA的球探 打动一支球队 你说他的潜力 他年龄是目前不大 只有十八九 但是呢 杨海审的潜力够得上首轮吗 够不上首轮 就NBA你要记住啊 他不是对于每一个参加选秀的球员 他都专注于潜力 潜力一般来讲 主要是乐透去 首轮的话 潜力也占绝大部分 但是二轮秀 往往NBA球队 对于你潜力的关注就有限了 对于你所有的潜力 也是希望你能成长于什么 不是成长于乐器 因为人家是相当务实的 好瞄的都被挑走了 在NBA这么一个环境当中 二轮秀 尤其是二轮总段 差不多有可能被选中的 哪怕对于你有潜力的期待 也期待你成为一个相对合格的轮换 角色球员 你在一支队内 不是往大明星核心这个方向培养的 就说你去一支球队 即便希望培养你 也希望培养你成为一支球队的拼徒 所以二轮秀好多球队 甚至一开始要人的时候 专注于你的计算力 就如果说你目前这个风格 你是二轮秀 你跟球队谈潜力 球队一般不怎么太在意 你如果说来了之后 立即就能做贡献 你比如说二轮秀有好多 这个二十二十亿的 人家感觉现在球队正好需要封键 挑这么一个吧 来了之后能干点活 花的钱不多 那如果再有点潜力的话 你再能成长成长 可能球队就赚了 球队很多时候都是这目的 那你说杨瀚审现在 他潜力够不上手轮 你要说计算力呢 他现在防守去MBA肯定是个灾难 进攻没错嘛 他比周琦都不辱 其实周琦并不以DVA强谱建长 但他比周琦都不辱 没有打出任何统治力 你到MBA 就杨瀚审现在这个进攻 根本谈不上任何计算力可言 就没有你进攻任何单打的角色的 那你去能干啥呢 那现在MBA球队他挑杨瀚审肯定是挑更多看中他的记载力 去了啥也帮不上忙 杨瀚审最大特点就是进攻 他能在地位打一打 但现在他这个能力去MBA根本打不了 防守又是个漏潮 所以为什么他这次他不参选呢 我认为杨瀚审非常理性的做法就是 不说遇到小年必须去 因为你一旦这次参选了 落选了你咋办 落选了那之后呢 你MBA就在门基本相当于关上了 还不如潜心争取强化自己 毕竟现在还有成长性 如果再在西北打一年 你打成西北的地位傻气了 那MBA或许就会高看你眼 哪怕是在相对的选秀大年 但你以你的记载力 在地位你能破人家单兵防守 对于MBA球队或许还有用 因为毕竟你是七十常人嘛 进攻有点特点的话 MBA可能就会让你过去 所以我感觉杨瀚审他在西北留一年 非常冷静决定 目前的他参加选秀 大概率也是过选 你别听之前其他很多什么 给他的评价 好像能被挑中 目前看被挑中也是相当缥缈 这种说法好多人之前都遇到 但是一旦真正去贸然参选 那就被刷下了 他目前的能力我都去 也是白给 还有就是杨瀚审 肯定是没有得到任何求罪 对自己的选中承诺 如果得到了杨瀚审 应该大概率先回去 但是没有得到 那自己去平白就是冒险 INKVV这宇哥 詹姆斯四万分 冀中锦标赛决赛 胡人勇士副奖赛 哪一场NBA赚最多呀 詹姆斯四万分呢 这个赚不了多少 因为四万分 他就是达到了这么一个目标 他不是超越谁 这个四万分里程北啊 我认为票价应该还没有 之前詹姆斯超越天高贾巴尔那一场 就两者之间的传承自战 没有那一场比赛正得多呢 同时也没有 斯顿库里登顶历史三分王 就那一次关键战役正得多 因为这都属于是反超一战嘛 你能从之前的第二 一举干到第一 这个历史意义更重要 所以说后续呢 你只是在不断的超越自己 四万分跟你之前 上一场比赛 你可能拿到了四万九千五 下一场你拿到了四万九千把 你不也一直在超越自己吗 这个四万分只是这么一个数字里程北 这就差点 他得这么了多钱 季中几秒赛决赛啊 那这肯定打卖啊 而且当时季中几秒赛决赛是在拉斯维加斯 你要记住啊 赌徒呢 往往有一个谋定心理 为什么别一直想要在拉斯维加斯建立一座球馆 别看说那个地方 常住人口没多少 大量的旅游人口 而且这些旅游人口啊 去了拉斯维加斯 你说你去看球能不买点吗 那去赌博的往往一致千金 那在场外大笔的投注 可能说我这一场比赛我投了几万没到 那我还在乎一场比赛 门票收你个一两钱吧 那就不在乎了 所以这是锚定效应 往往赌博城市都是极高消费 就明显高于其他同等规模城市一等 这就是其他人都见惯了赌场至上 那个一把输赢可能说动辄上万 有很多小的钱呢 他就不在乎了 所以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 集中锦标赛决赛这肯定是超级大卖 忽人勇士富甲赛 忽人勇士富甲赛应该要比集中锦标赛决赛 还要卖的更苦 因为这两支球队太具流量好道力了 你别看说他不像说集中锦标赛在拉斯维加斯举办 但是呢这两支球队一旦输球一方 这个赛季结束了 他跟集中锦标赛相比到可能说意义还要更重一点 再结合呢这两队全世界范围之内球迷太多 虽然说可能不涉及博彩那种锚定效应 但是大家接连争相竞价 纷纷挤破头想要抢到一个现场观赛的资格 所以就会出现严重的供需不对的 这样一来票价也会节节超高 因此还是胡勇富甲赛 这个正最多 这个INSIS0010与个我27岁 去年120多买了卡验 一直喜欢S级 我这个年龄合适吗 今年努力冲一谈S450理性 27岁去年120多买了卡验 那卡验保养费用也不抵 而且那卡验那个车说白了 比S级要高掉 为什么呢 保时捷嘛 保时捷它的品牌力 或者说这个品牌的定位啊 它本身就高于奔驰 当然奔驰S级是属于是一个特殊型号 不一样 你要是懂车的 它知道啊 S450实质上这个分量 比卡验其实还要略高 但是这品牌力跟它玩 那很多人不懂的 一看你开个保时捷 可能感觉你这个车更贵 你现在啊 要转型换到奔驰S450啊 因为卡验 它本身就是一个SUV 而且保时捷呀 这个品牌的第一家更高 也就是说卡验呢 它120万的定价 但你真说行驶的舒适性的话 在传统的人用车领域 我告诉你 它真实的驾驶舒适体验 也就相当于啥呢 也就相当于 60万左右上下的 这种SUV 因为它SU60万左右的车 因为SUV本身 它属性就低 当然看你这个 个人追求啊 但是我感觉 卡验的一个是外形 有点审美疲劳了 多少年不都一直那样吗 严重审美疲劳了 我印象中卡验呢 差不多七八年前 涨的就是那样 现在大体上还那样 也没怎么变呢 那你说这 严重审美疲劳 它那个外形 已经不再具有那种 视觉冲击力了 奔驰S级呢 这一代其实挺年轻的 你看前脸打造的 挺雷厉风行 看起来那个形象 就有一种青年的早气 虽然说它是S级 但是外形设计的 很具流线型 它不像上一代奔驰 看起来跟一个 推土机似的 就前脸低跑 贴地面 上一代说实话 有点老气 就那个很多人 美其名学说 壮重啊 是挺壮重 这个不假 但是现在审美已经变了 而且 现在这个四零人群呢 也在改 人人呢 它不再追求那种 老气横朽 所谓的端庄 看起来 就那么这个 庄严树木 追求的更是 年轻化 有一种朝气蓬勃自改 现在是互联网文化嘛 所以 人都愿意开一个车 让自己显得更年轻一点 所以那奔驰S450啊 挺年轻 你那卡样是同等级别的 价格接近 所以你要卡样开够了 感觉这个外形呢 已经看腻了 换换 风格也不是不行 我建议啊 买二手的 建议买二手的 那你还能省一笔钱呢 没必要买新车 买新车 交巨额购置税 除此之外 你自己一旦说 有一些个性化的搭配 那都是额外的这套钱 一旦卖二手 这些东西都不值钱 所以例外里啊 新车和二手车之间 如果是百万级别的车 差了得有二三十万 何必呢 没啥太大必要 买哪种车 一年车零左右 公里数在一万上下的 买这个 买这个 应该没啥太大问题 还得买二手 嘟嘟嘟看上是信的 嘟嘟嘟 这军于整看 有穷尼说 卡特这级别是被明日堂 请进去的 并不是他送水果的 当初是卡特在21世纪初 把恩别热度 你可拉倒 他能量那么大 他把恩别热度 你可别出眼 把恩别热度再度复苏 你这不开玩笑 那是科比布兰特的时代 奥尼尔 他说老底 他让恩别再度复苏 他是历史第一扣篮王啊 实战的话 有一个扣篮 你可以说 那个扣篮是历史第一 但是至于说 什么历史第一扣篮王 那么之前这个 绝对是偏不可备啥的 扣篮不过有实战 因为扣篮 其实在实战领域当中 他把你的作用属性 本身就底 你实战扣篮 能有多大意义啊 你不也是扣吗 说白了扣篮这种东西 他原本表演属性都更强 你比如说扣篮领域 到底是哪个比赛 更知名呢 其实就是扣篮大赛 更知名 文士法特做出的 好多扣篮动作 其他人身上 人家也多次复刻 甚至在你基础之上 人家还有改良 还有基础方面的 进一步给迭代 所以 你要说历史第一扣篮王 目前历史第一扣篮王 没法说 这玩意没法说 各有各的长处 在这个领域 兰德尔赛基报小 目前最新消息 确定赛基报小了 赛基报小呢 尼克斯又是白玩的 再得一点稀薄度 他这种用人方案呢 我感觉应该被联赛 陆续淘汰 因为他常委赛期间 太不拿运动员当人了 就感觉这些人都是 金刚铁柱啊 都是烧的是柴油啊 你要是这么用的话 已经与运动科学 背道而驰了 就你可以适当 在一场比赛 关键要劲的场次里边 适当作用 但是你得强调一个度啊 但是这稀薄度呢 就没有任何度可言 极尽可能的压榨运动员 这个应该被联赛当中 那些球人共会啊 适当的进行一番抗议 这个做法有点出格了 你看兰德尔 他其实也是 任务论院铁血风格 进攻防守 兰德尔这个人 虽然说有诸多的瑕疵和血线 但是毫无疑问的 只要打比赛 兰德尔拥有什么样的职业态度 拥有猛男一样的职业态度 你无论给我多长时间 我在我出场这个阶段之内 一定做到全力以赴的 他或许打不明白 但他得精神投入 他对于比赛的投入 这一点堪称职业权是标杆 兰德尔特别 沉寂式投入一场比赛 但就因为在西伯路 回下效力 那你这时间久了之后 难免再耐造点 也架不住西伯路 如此 毫无底线 去给一名球员 施加这种比赛强度 所以最终 兰德尔赛地爆笑了 那一旦爆笑的话 兰德尔也是骨干之矣 你仅仅靠那个 那谁啊 就那个布伦审的 尼克什在西伯路的之下 有一大特点 一旦打到季后赛 这个球队软弱一面 就会凸显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常规赛 你拿的是 季后赛级别的强度 勉强撑起来的战地 一旦到了季后赛 大家都是季后赛级别的 你在强度这方面 没法继续增加了 因为你继续增加 裁判关系 没法继续增加了 双方强度一样 你的底色就暴露了 西伯路其实从 战术能力角度呢 他并没有那么 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点 他可能说特别强到防守 但他的防守也是大量的 让运动员呢 偷指自己 尽可能把自己最好的防守的牌 让他们尽可能多打 通过时间消耗 去增加一支球队的防守表现 他的指教 你要说有什么特殊的亮点吗 攻防亮点 我感觉除了大量使用球员以外 其他亮点并不足 尤其进步的 这个西伯度没什么特色 那么今年 尼克斯大概率注定奥数 一旦守了没淘汰 我估计西伯度就要下课 因为他这种用人方案的话 必须无意义 教练风格太过于短视 不能放远于长久的未来 球队在西伯度之下走不远 加强满动力战 驻好兄对杰伦格林明天爆卡36分 把住拱深井二十加十 火箭15分 有事暴虐 金轴武术 深井复出了吗 我都忘了 深井下一场比赛能复出吗 你多长时间没看球的 深井 我看深井复没复出 他不没吗 我记得 下一场比赛难道说深井复出吗 不可能吧 没有 还没回来呢 你这云球迷了 深井 他没打 所以你讲这个不现实的 先火箭队都是上号 而且格林也不再像之前连胜起点 那么销你散战了 状态已经掉了 其实啊 雨滴比路普斯有老大冠军 却苦等十多年 文斯卡特到点却稳稳入选 评委是否比你更懂球啊 你这个不能说啊 一味的就贬低自己 就对于很多官方机构 他们做出的论断啊 就一味的就是无脑仰视 你这个也大可不必啊 因为有人地方呢 他就讲 包括NBA 其实同样如此 包括北美 他所谓的那种 荣誉构成啊 评选机构 他们这个 种种 这里边复杂的人际关系 文斯卡特打的年头太长了 我告诉你 这里边人际关系相当复杂 因为他截脚面甚广 跟太多人当过队友了 为太多制球的效力了 这个就是有影响的 一定这样的 因为你但凡涉及到这种 你成熟一点 你都懂 你说CBA评讲 有没有有失偏颇的时候呢 其实也大量存在啊 包括媒体投票之类的 经常会因为亲属远近 而导致最终投票的结果 让人大跌眼镜 CBA是这样 你以为NBA不是呢 那包括NBA 那不卡尼摩了然吗 德恩维德公然作弊 所以你不要这个 有时候他这个我们想象当中啊 那种纯粹的竞技能在现实 往往往是很难找寻的 那只能说我们有一种乌托榜的观念 去抱一种美好的期待 但往往现实 它是不尽容人意 不给你个人意识做转移的 没办法 NBA也这样 再见了 各位观众 感谢乔党古德文 落到立即 新RW 嘟嘟嘟 你发条 扭三明 你很行 和穆克兰道 路纳 亲亲亲 齐霞 原封人杰 我成求 再见了 各位观众